N开局就觉醒了最垃圾的F级天赋 本该沦为毫无存在感的搬运工 可结果却恰恰相反 因为他觉醒了名为捕食的天赋 成为了能够吞噬一切能力的存在 原本他还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搬运工 在这满是怪物横行的时代中 没有觉醒任何能力的人类 就会沦为这种角色 自从深渊出现之后 无数怪物大举入侵人间 而为了抵御怪物的入侵 人类纷纷觉醒了特殊的能力 仅凭这股力量 他们击退了无数的怪物 并对深渊进行了探索 也正因如此 觉醒能力的等级成为了评判个人的标准 只要你的等级够高 你就能够过上美好舒适的生活 但这一切都与面前的男人无关 因为35岁的他至今连状态窗口都无法打开 而在这时 正当他收集完怪物掉落的战利品之后 却发现自己身边早已失衡变引 如今就只剩下你一个了 只见面前巨大的怪物正在轻声低语着 3S级魔物 阿斯摩德斯 而男人刚想对其发起进攻 却被其抬手间废掉了一只胳膊 紧接着一道紫光瞬间洞穿了他的头颅 一瞬间 男人往日的回忆便浮现在了眼前 他的人生中充斥着各种不幸 父母因为车祸丧生 自己也因没能觉醒能力而饱受欺负 而他妥妥的就是一名失败者 可他并不甘心就这么窝囊的死去 就在鲜血滴落的那一瞬间 他满足了觉醒能力的条件 下一秒 一道大门缓缓出现在他面前 紧接着一个白色人影映入眼帘 与此同时 此刻的怪物就如同静止一般 正当男人一脸疑惑之际 这时的人影开始了解释 他叫做王 是男人打开的大门将他召唤到了这里 而从现在开始 他将赋予男人王的全能 因为他看中了男人拥有坚强的意志力和毅力 于是便选择了他 下一秒 一道白光亮起 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只见他开口喃喃道 终有一天你会知道一切 我们一定会再次相见的 伴随着一道红光亮起 等他再次睁开双眼 迎接他的却是一记重重的耳光 正当他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只见一旁的状态窗口引起了他的注意 现在难道是16年前吗 此刻的他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下一秒 只见他重重地朝着短发男挥出一拳 当场就将他击飞了数十米远 既然能够看到状态窗口 那么这就意味着 如今的我也是觉醒者 与此同时 只见一旁的两人正挥舞着拳头向他攻去 而他仅用一拳一脚便将他们瞬间击飞 毕竟在这35年以来 他无时无刻不再锻炼着身体 并且掌握了深渊和各种魔物的信息 以及战斗的技巧 所以面对这些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家伙 他根本就是胜券在握 不到片刻 他便将两人收拾的服服贴贴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裴赫珠正缓缓站起身来 紧接着使用了他的C级能力 实话 能够将自身皮肤变成坚硬的石头 下一秒 只见其一拳朝着男人迎面戏去 男人勉强侧身躲过 可随后他便凌空跃起 紧接着重重地砸在地上 但却扑了个空 与此同时 男人一个顺身来到他的身后 随后朝着他的脸部挥出重重一拳 可却被他的实话抵挡下来 就在男人愣神之际 贺珠一记重拳当场将他击飞数十米远 此刻男人进入了冰死之际 你可真是太弱小了 如今你是想逃跑了 还是说想要使用技能挣扎一番 对所有的觉醒者而言 拥有的技能和等级是至关重要的 S级就与普通人差不多 如果是S级别就可以被称为怪物般的存在 因为他们的身体能力和技能将会成指数上升 而他所拥有的 不仅是从未见过的技能 甚至还是最低级的F 虽然面对拥有C级能力的贺珠没有任何胜算 但他能够感觉得到 自己绝对会赢 面对缓缓起身的男人 此刻的贺珠表现得非常震惊 这家伙难道真的觉醒了吗 这就是捕食吗 他能感觉到魔力正在体内流动 下一秒 只见贺珠挥舞着拳头猛然朝着他发起了进攻 而男人只是轻轻抬起右手 两股能量便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随后只见贺珠身上的石头正在慢慢消散 伴随着男人猛然发力 一瞬间 贺珠身上的能力便被吞噬殆尽 这下应该结束了吧 紧接着前方响起提示 捕食已经完成 捕食结果 自身等级提升到了一级 同时增加一项新的技能 实话 就在收拾完三人之后 画面一转 此刻他正将三人送往了笑医物室 在经过片刻的治疗之后 他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会觉醒天赋击败珠 天赋 捕食 在前世即使训练一辈子也无法提升的抖击 如今却因为一场战斗而获得了提升 虽然他是最低级的F 但他的威力远远超过了C级 甚至还能掠夺他人的天赋 而他很是好奇 王为何要给他这种力量 以及让他回归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 还是要弄清楚捕食的具体能力 自从他的父母去世之后 他便一直寄宿在叔叔家中 此刻他正打算收集有关这种类型天赋的信息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愣在了原地 因为一群家伙正站在他的面前 居然是黄在阴 可是你不是应该待在学校才对吗 望着地上散落的指纹 男人瞬间明白了一切 这家伙居然跟一群恶霸混在一起 此刻只见一旁的黄毛开口喃喃道 如果你不想挨打的话 就当作无事发生 下一秒 只见男人一记重拳朝他袭去 就在众人愣神之际 男人果断举起右手对其使用捕食技能 可却被提示无法使用 与此同时 黄毛一记直拳将他瞬间击飞 紧接着只见三人同时发动了能力 下一秒 三股能量便朝着男人迎面扑揽 当场将其命中 区区一个非觉醒者居然敢如此放肆 可就在这时 捕食技能成功发动 确认能力 捆绑 毒素 出血 他以不可思议的能力抵御了进攻 居然还能将能力无效化吗 随后只见齐一拳将他击倒在地 虽然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可以确定的是 捕食的确很强 不到片刻 男人便将他们收拾的心服口服 而从中他也学到了两件事情 第一则是 只有觉醒者才拥有状态窗口 虽然他记录了觉醒者的详细信息 但并不是所有的都会展示出来 第二 捕食与其他技能不同 魔力并不是影响技能的唯一因素 而且捕食似乎还存在着被动效果 他能够将异常状态类型的能力无效化 至于猜测是否正确 就需要通过以后的测试来确认 与此同时 只见表弟猛然朝他跪下 随后表示他正在反省自己的行为 并决定从今往后跟随男人的脚步 而这可把男人整不会了 并且今天还会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 于是男人当即便原谅了表弟 那么你就跟我去做件事情吧 另一边 在一处境地 只见众人正表现的一脸震惊 因为此刻正发生着门破现象 门破 与深渊连接的通道突然打开 造成大量怪物入侵人间的现象 距离上次发生这种现象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 虽然此刻的两人表现得十分惊慌 但他却示意他们不用担心 因为他的天赋可是B级的节节 而且这次门破的等级是C级 也就是说怪物最高的等级只有C 即使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情 但这对于拥有B级天赋的他们来说 完全就是可控的状况 与此同时 只见两人正朝着近地赶去 而只有男人深知 这次的门破等级并不只是简单的C级 另一边 此刻的长官也察觉出了不太对劲 这些C级的怪物到底是如何攻破B级节节的 就在这时 只见门破中突然涌入大量的巨型魔物 而显然 B级的节节根本无法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 B级魔物 巨魔 而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股猛烈的火焰瞬间吞噬殆尽 与此同时 这时的表弟很是好奇 男人到底是如何得知门破等级会上升一世 为了隐瞒自己是回归者的身份 于是男人便告诉他是因为直觉 就在这时 只见一大群魔物正朝着人群疯狂涌入 还记得我让你去做的事情吗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可是你应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解决掉它了 另一边 高层收到了通知 当前的门破现象提升到了一级 而如今能够解决此事的一级觉醒者 只剩下最后一位 一级天赋 光剑 安贤珠 画面一转 此刻的男人正在阻挡着怪物的进攻 仅凭自身的捕食天赋 他很快便将周围的魔物消灭了一干二净 而他发现 捕食的发动似乎与疲劳值有关 当疲劳值大于70时 技能便无法发动 大部分的技能都是基于魔力发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只需要担心魔力 还有疲劳 当使用技能时它便会增加 疲劳值越高 将会导致技能威力的下降 以及体能的流失 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它能够通过吸收死去的魔物来恢复魔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 此刻它的等级来到了地级 捕食和食化也都提升到了地级 越是使用捕食 它就变得越强 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男人迟早会成为世界最强的存在 正当它准备朝着表弟的方向赶去世 壁头巨大的魔物从天而降 伴随着贤猪高举着光剑 下一秒 只见其猛然挥出一剑 当场便将魔物击杀 没想到它居然如此轻松就消灭了极魔物 看起来回归前解决门破事件的人就是它 光剑 安贤猪 它还是一如既往的强悍 可它为何会出现在这 在男人回归之前 它应该与巨人奥格在城市的另动 有一场恶战才对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技能感知的提示 下一秒 只见一把利刃当场洞穿了贤猪的胸膛 而此刻的他则非常震惊 终于抓到你了 安贤猪 另一边 表弟望着校医务室里的老师陷入了沉思 因为他的任务 就是保护崔奈英的安全 毕竟在前世 他就是在参与救助的过程中被魔物所杀 所以表弟必须用自己的睡眠技能让他入睡 然后将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至于剩下的事情他会看着办 而此刻的他很是好奇 为何男人会知晓这一切 难道他是觉醒了能够预知未来的天赋吗 画面一转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 就连男人都表现得非常震惊 此刻贤猪朝着他大声质问 你到底是谁 身为利己果然与众不同 避及反派 韩上道 天赋 避及隐身 在这个世界中 参与犯罪的觉醒者被称为恶鬼 而其中韩上道是极为危险的人物 可在回归之前 他们两人并没有交战 难道因为我的回归而改变了未来吗 与此同时 只见贤猪当即挥舞着光剑 下一秒一阵剧烈的抖动传来 紧接着一头无比巨大的魔物从地底钻出 随后一拳朝着众人袭去 眼瞅着情况发生了改变 于是韩上道便将目光转移到了男人身上 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观众 这可真是太有趣了 那么你就受死了 就在敌人对他发起进攻时 他却是从容不迫地使用石化进行防御 随后一脚将其当场踢飞 避及恶棍 韩上道 那个臭名昭著的人说的就是你吧 我很高兴见到你 紧接着两人便上演了一场攻防大战 但很明显 敌人的利润无法穿透男人的实话 虽然他并不知道男人为何会知道他 但如果男人太过自信的话 可就大错特错 因为总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下一秒 只见其当场使用了隐身技能 而男人只能选择左右挥舞拳头进行防守 可还是被他抓住了空隙 随后只见一道斩机落下 当场砍伤了他的手臂 像你这样的家伙 我们不知道猎杀了多少 那些总以为自己拥有无敌的技能 每当自身的弱点暴露时总会想着逃跑 在你死前给你最后一句忠告 每个技能都存在弱点 就在敌人一顿猛烈的输出之后 此刻男人身上的石头已经所剩无几 看起来实话并不能阻挡所有的进攻 在连续的进攻下 实话就会变得脆弱不堪 这家伙难道一早就看出来了吗 不过正如预料中的那样 男人的身体能力果然不是一般的地级 他甚至能跟B级进行肉搏 那么是时候该结束测试 与此同时 只见敌人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 我之所以跟你应战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要掠夺你的技能 下一秒 只见其猛然发动隐身技能 随后便在男人四周进行徘徊 而男人只是轻轻举起左手 不是你说的吗 每个技能都有弱点 他在使用多次捕食之后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可意外的是 没有任何一只怪物能够逃过捕食 换句话说 无论你逃到哪里 你都无法躲避捕食 下一秒 只见敌人便被他当场吞食 与此同时 此刻的安贤猪正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面对巨人的进攻 他也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男人一个顺身将其救下 这么快就躺下了 你可真是太舒服了 画面一转 男人带着表弟回到了家里 而他们对于两人的安危表示非常担心 毕竟发生了那么危险的事情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纷纷发出了通知 门破现象已经完全解除 而那些英雄也都及时得到了救治 面对扑面而来的采访 此刻的安贤猪痛苦地表示 击败巨人的英雄另有奇人 不过由于并未发现巨人的身体 所以众人还是表现得有些担忧 望着手机里并未提到男人半点信息 此刻的他终于输了一口气 那么接下来 就该进入下一阶段了 虽然如今的他拥有了三个技能 但以目前的水平来看 他是很难同时使用三个技能 不仅魔力很快就会消耗干净 就连疲劳值也容易达到上限 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便是 魔药 能够恢复魔力以及疲劳的药水 但魔药的价格极其昂贵 而且探索副本是需要得到许可 为此男人只有一个选择 那便是探索还未被发现的副本 B级魔物 蜘蛛姐妹 如果只是简单的B级魔物 那么他需要吸收几百只 才能进行等级提升 下一秒 只见他们猛然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面对眼前巨大的思求 男人从容地使用捕食进行抵御 而接下来 便进入了吸收魔物的时刻 伴随着男人的吸收 他再次获得了一项新的技能 麻木 另一边 画面来到了玩家协会 玩家能够探索副本 清除副本 为了达到目的而被批准使用技能的觉醒者 目前H国存在五大势力 其中就拥有最强的四大工会 以战斗为主的战士 以炼金为主的工匠 以魔法为主的法师 以收集信息为主的夜行者 以及包括四大工会所有玩家都公认的机构 H国玩家协会 而面前的分别是 夜行者工会会长 S系玩家 于亚英 玩家协会会长 S系玩家 石珍希 但目前最棘手的 便是恶性工会 恶性工会 成员都佩戴着三颗骷髅的戒指 他们到处烧杀抢猎 而最近他们盯上了玩家 可是你找我来这并不是为了这件事吧 当然 有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记得你当初是在19岁时就通过了玩家测试 那么你认为 一个高中生能够击败那些魔物吗 与此同时 男人正在与炼金术工会进行着联系 因为他想要购买一些魔药 男人只是随手捡起了几颗破烂石头 却因此成为了炼金行会的超级贵宾 因为这可是传说中的魔石 是制作昂贵魔药的必要产物 就在门破事件过去之后不久 学校很快便迎来了再度开放 而在此期间 男人一直通过锻炼提升的身体素质 以及清除副本积攒魔石 凭借多天积攒下来的魔石 男人成功地成为了炼金术行会的超级贵宾 与此同时 经过多天的锻炼 男人的各项技能都提升到了C级 就连他自身的等级也都提升到了C 不过即便如此 他依旧有着很长的路要组 此刻众人皆表现的一脸震惊 毕竟击败了贺珠等人可是会出大问题 就在这时 只见一伙人正朝着男人缓缓走来 而来人正是贺珠等人的老大 S级觉醒者 李正在 他是泰山集团的第三代继承人 曾赞助过泰山学院 同时也是学院个大笑霸的老大 并且唆使贺珠等人欺负男人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家伙 不过你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你这该死的家伙 闻此 他背后的手下当即破口大骂 可下一秒 只见一记拳头瞬间将他击飞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 紧接着他便将矛头指向了男人 我知道你击败了贺珠 但你可不要太嚣张了 你应该清楚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吧 看起来这就是S级觉醒者的实力吗 果然与众不同 而此刻的男人很是好奇 他将如何应对捕食呢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制止了他们 居然是林亚英 他可是学院公认的S级天才 他有着极高的学士和地位 在未来他将成为SS级别的玩家 但他有个不好的缺点 那便是性格非常的倔强 只要是他认定的事情就无法改变 面对林亚英的出手制止 此刻的他表现的有些许不满 眼瞅着两人即将在这教室里动手时 下一秒 李正仔便识趣地离开了这里 可随后 只见他猛然朝着李亚英发起了进攻 就在双方即将开战时 一旁的广播却传来了通知 玩家协会将在大厅举办一场特别讲座 请所有学生立刻前往大厅会合 居然是玩家协会吗 在片刻的思索过后 李正仔便决定先行前往大厅 这下你该安全了吧 金太贤 你还愣着干嘛呢 没听到要去大厅会合吗 闻此 李亚英当即呆愣在了原地 画面一转 此刻的众人正在议论纷纷 这次的讲座主题到底会是什么呢 与此同时 台上的大叔开始了自我介绍 我叫做高太旭 而他来到这里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则是为了门破现象进行教育培训 第二则是为了告诉你们 有关玩家协会测试变更仪式 至于H国玩家协会会有着怎样的未来 就掌握在你们这些新人手里了 Ghost看穿两大天才所有能力的洞察之眼 却唯独对男人没有任何效果 这可把协会部长吓了一条 因为无论是协会会长还是工会会长 都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在部长宣布玩家考试有所变更之后 此刻众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随后部长便对此举做出解释 由于近期门破事件频繁发生 导致副本和怪物的数量急速上升 如今玩家协会已经出现了人手不足的情况 所以从今天起 将开始允许高中生参加玩家考试 文词 众人纷纷表示非常震惊 他们将根据综合数据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 而男人一眼就看出他在说谎 虽然这次考试的确允许高中生参加 但其实选拔早已开始 那便是通过高态序自身的技能 洞察之眼 他能够看到所有人的能力数值 甚至在集中注意力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他人的状态窗口 而部长对此很是满意 因为这里的数据比其他地方好上很多 有许多能够成为玩家的家伙 不过最令他吃惊的 便是面前的两人 虽然他曾收到过夜行者给出的推荐名单 但没经过训练的觉醒者 居然会拥有这么高的数值 这下可真是捡到宝了 就在这时 李正仔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既然是有关于玩家考试的内容 那么这里有个人不适合站在这里 玩家考试只有觉醒者能够参与 也就是说 像他这样的非觉醒者根本就没资格站在这里 力量并不代表着玩家的一切 觉醒的等级 拥有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 以及有关深渊的庞大知识 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玩家 需要测试各项的能力 但这些考试都是基于觉醒者的前提 对于非觉醒者而言 这无异于在伤口上散烟 而男人深知 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想确认自己是否觉醒的 虽然李亚英想要制止他的行为 但一想到男人根本不领情 于是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面对咄咄逼远的李正在 此刻男人表现得毫不在意 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应对的办法 并非一定要让他亲眼看到 才能得到参与考试的资格 而部长则表现得有些意外 没想到身为S级觉醒者居然会欺负一个弱者 可当他朝着男人使用洞察之眼时 他却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他居然无法看穿男人的能力数值 就在这时 只见男人开口喃喃道 既然非觉醒者没必要参与的话 那我选择主动离开这里 而此刻的部长仍旧感到非常震惊 无论是协会会长 还是工会会长刘雅英 在他们身上都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可唯独发生在了这种小鬼身上 望着男人渐行渐远的背影 部长无论如何都无法看穿他的数值 伴随着男人轻蔑的一笑 只见数值得到了确认 然而却让他当场呆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的数值居然高达5096 画面一转 此刻金太贤正在查找着有关王的限制 然而李正仔的小弟们却找到了他 并表示他最好乖乖跟来 如果我表示拒绝呢 你还有未开餐馆的阿姨吧 闻此 男人的眼神瞬间凌厉了不少 如果你不听话的话 可是会拖累别人的 吓你了 只听一声巨小传来 读书馆内瞬间化作一片狼藉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李正仔在哪 欲为才华结晶体的天才S级觉醒者 却被男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可把一旁的光头吓得不轻 因为他居然仅靠正面战斗 就超越了觉醒等级上的差异 就在得知了李正仔的位置之后 此刻男人来到了一处室内 而一旁的光头保镖却表现得非常惊讶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在释放状态异常技能 但却对男人没有任何作用 并且这种程度的抵抗能力 至少是A级以上的觉醒者 果然就如同李正仔猜测的那样 他已经觉醒了能力 而李正仔此番叫他前来 其实是为了拉拢他加入自己的阵营 他打算毕业之后自己创立一个工会 为此他需要大量优秀的人才 但不是像裴鹤秀那种三流祸色 而是像你一样的家伙 随后他便朝着男人示意 忘掉以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成为他的忠实不祥 那样的话你和你的家人们都会过上美好的生活 可男人却对此嗤之以鼻 无论是财富还是名誉 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 而你将会为越线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眼瞅着男人非常的不配 于是李正在当即便爆发出一股凶猛的火焰 与此同时 一旁的保镖连忙筑起一道结界 这样的话外头的人才不会注意到这里面的动静 随后双方展开了尤为猛烈的攻势 伴随着两者挥出全力一击 下一秒 强大的力量瞬间将两人分开 可男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李正在一击边给击倒在地 一瞬间 一口鲜血猛的喷出 这下你终于知道自己的分量了 面对眼前的一切 此刻的光头保镖陷入了沉思 那个孩子应该是身体强化技能类型的 以及觉醒者 他拥有很强的战斗能力和精神力 一般的普通人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但很可惜 今天遇到了他 被称为才华结晶体的S级觉醒者 李正在 金太贤无论如何也赢不了他 而就在这时 光头却察觉出了一丝异样 因为男人渐渐跟上了他的速度 甚至一拳净直击中了李正在的面门 当场将他击飞数十米远 此刻就连光头都觉得难以置信 少爷居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这时的李正在也发现了不太对劲 因为自己的身体根本无法动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的技能并不是强化战斗能力吗 看起来终于发挥作用了 当初金太贤通过捕食获得了三种技能 实话 隐身以及麻木 不过一开始他并未使用所有的技能 毕竟C级的麻木无法穿透S级觉醒者的抗性 而且火焰攻击的范围很广 所以导致他无法使用隐身 最后捕食作为压箱底的技能不能随便乱用 于是他选择了最为保险的办法 那便是通过近战增加李正在身上的麻木毒素 通过持续的攻击让毒素渗入体内 就算是S级别的觉醒者也无法抵抗 最终便会造成无法抵抗麻木毒素的局面出现 望着男人缓缓走近的身影 此刻的光头感到无比震惊 这家伙简直就是天才 居然靠正面战斗超越了等级差异 不过这场战斗并未结束 只见李正在开口喃喃道 我承认你的确很强 但是我可不会被你这种家伙击败 紧接着只见他掏出一块魔石 下一秒 他便将其当场捏碎 随后只见一头火之巨人赫然出现在男人面前 只出现了两位数值高达2000以上的S级觉醒者 却让整个国家为之疯狂 要是出现数值高达5000的觉醒者 那将会撼动整个世界 面对如此巨大的火之巨人 此刻男人也只能时刻进行着躲闪 就在巨人一击火拳袭来之时 只见男人纵身跃向空中 随后挥舞着拳头向其攻去 可巨人却当即吐出一颗巨大的火球 下一秒 两股强大的力量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然而火焰的威力还是略胜一筹 只见石化便被其瞬间击碎 紧接着一声巨响传爱 男人便被当场震飞数十米远 与此同时 一旁的光头一眼就看出 这是少爷的S级技能 火焰的心脏 可按照他目前的水平 根本无法发挥出该技能的真正力量 而他忽然想起少爷刚刚使用的魔石 魔力增幅时 此物是用怪物的心脏精裂而成的东西 拥有能够让魔力瞬间暴增的能力 虽然这种东西可以让他使用真正的S级技能 但由于魔力过于庞大 所以稍有不慎将会自取灭亡 然而李正仔对于光头的提醒毫不在意 甚至使用火之剑让其闭上走 毕竟区区一个保镖还没有资格命令他 就在这时 男人才刚刚站起身来 就惨遭火拳的重创 望着倒地不起的金太贤 此刻的李正仔已然陷入了狂暴 见此情景 只见光头当即奔向男人 并示意他如果还活着就赶快离开这里 可没想到的是 回应他的竟是一击重拳 战斗还没结束 我怎么可能逃跑呢 随后只见他当即喝下了一堆恢复钥匙 果然不愧是我承认的S级觉醒者 既然如此 那我也要动真格啊 另一边 部长高泰旭向会长汇报了有关学校的情报 而他却表现得非常震惊 这些数值都是真的吗 当然 李正仔是1900 李矮英则是2300 他们都是S级别的觉醒者 没经过训练就已经是堪比A级玩家的级别 这种程度就相当于剧国的圣语级别 圣语 代表剧国的主要玩家之一 首次检测觉醒数据就高达2500以上的怪物 而像金太贤这种家伙 简直就是怪物中的怪物 难道会是他的错觉吗 无论如何 部长高泰旭都需要亲自确认一下 与此同时 此刻的光头正一脸的难以置信 因为男人正不断吸收着李正仔身上的火焰 就连李正仔也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他居然输给了金太贤这种家伙 而他非常不甘地表示 自己可是泰山集团的继承员 是S级觉醒者 面对李正仔的全力一击 只见男人却表现得毫不在意 你是什么身份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可是拥有王权之力的男人 只是展示了自己的气场 却震惊了在场的众人 因为他的觉醒数据远远高于S级别的觉醒者 这可把一旁的众人吓得不轻 毕竟他的数值又上升了不少 就在男人使用王权之力后 只见无数红色能量便将李正仔瞬间吞噬 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此刻体育场内顿时化作一片狼藉 而李正仔也无力的瘫倒在了地上 不过男人很是意外 一级玩家 雪熏道 没想到在男人使用捕食技能时 他居然能把李正仔强行拖拽出来 不过好在男人获得了他的技能 就在这时 光头表示李正仔可是泰山集团的继承人 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可是会出大问题 但男人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难道你觉得我像是那种怕惹事的家伙吗 不过他也没有打算要杀掉李正仔 可是总得拿什么东西来交换他的性命呢 既然是泰山集团的继承人的话 那么他的生命至少价值十亿吧 与此同时 体育馆内发出的巨响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而李雅英一眼就看出 这股魔力和火焰都是李正仔的能力 难道他是在和金太贤战动吗 随后只见他急匆匆的朝着体育馆内跑去 此刻的他非常后悔 当初他就应该阻止李正仔的行为 拜托了金太贤 你一定要平安无事 画面一转 此刻的李雅英正一脸的难以置信 你来得刚刚好 我正好需要个人将他搬到医务室 正当他想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实 男人却表示他可能是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并交代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从出现在这里 随后他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 此刻的男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过好在事情全都得到了解决 可是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魅力值获得五点 新增技能 君主的心脏C级 不过魅力不是艺人专属的能力值吗 为什么不是玩李正仔之后会出现这个 并且还不是火焰心脏 君主的心脏 能够提高团队成员的能力值 李正仔还有这样的技能吗 不过这也太棒了吧 要知道这种技能可是非常稀有的存在 能够影响整个队伍的技能等级 而且他允许和所有技能组合适应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就在这时 只见几辆轿车瞬间停在了男人面前 而来者便是玩家协会部长高态训 虽然他有很多问题想要询问男人 但他目前最好奇的便是 你刚刚到底在体育馆内做了什么 另一边 光头保镖将所有事情汇报给了泰山集团的社长 打伤了我的儿子还要我满下他的生命吗 真是太有趣了 随后会长便答应了男人的要求 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那么我也要找回我的面子 伴随着他响指一打 只见两道人影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而光头却是大惊失色 可是对方只是个孩子 闭嘴 我讨厌没用的家伙 此人便是泰山集团社长 S级玩家 李正秀 另一边 此刻男人面对部长的提问表示非常疑惑 他是指刚才发生在体育馆内的动静 还是之前讲堂上发生的事呢 不过他应该不会为了刚才那点小事来找我吧 于是男人便试探性地发问 难道你指的是刚才发生的爆破吗 而部长对此表示否定 那种小事其他部门会接手处理的 闻此 男人瞬间底气十足 随后便朝着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既然你来找我 肯定是为了给我玩家考试的擎铁队 你为什么会这么肯定 因为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不是吗 洛村是一切能力的补食技能 却拥有一个致命性的弱点 当体能不足时 身体就会因过在而无法使用补食 这可把男人吓了一条 因为这还是他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就在男人展现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之后 只见众人当即呆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的数值居然比之前还要高上不舍 这就意味着上次的数值也是真实的 这家伙到底是谁 画面一转 男人将参加玩家考试的消息告诉了表弟 闻此 他当即呆愣在了原地 言归正传 泰山集团应该会解决体育馆内发生的事情 从而减少高态序对男人的怀疑 如今的他应该好好准备一个月后的玩家考试 就在这时 一通电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与此同时 两人正鬼鬼祟祟地注视着男人的家 而他们很是不紧 为何协会的玩家会保护一个高中生 看起来他应该是参加本次考试的考生 来者便是被称为黑白兄弟的刺客 嘿 技能隐身 身体强化 白 技能隐身 而接下来 他会让男人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觉醒者 就在这时 只听身后传来一声闷响 该死 你到底是谁 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记袭击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高中生 而在几个小时之前 光头听到男人提出的条件之后 是震惊 毕竟实意可不是他能随便决定的小事 当然 男人深知这一点 他只是希望光头能够尽量办成此事 而为了防止光头出现叛变 于是他要求光头带上这个东西 觉醒者的盟约 通过觉醒者的魔力做出的签约方式 违反时将会永远受到惩罚 除开刚刚的实意 光头还需要尽力处理体育馆发生的事情 如果对方想要报复他的话 必须提前告知 而男人也是通过光头的汇报 才得知了刺客的到来 就在这时 面对敌人如此猛烈的进攻 只见男人游刃有余的进行着躲审 下一秒 男人瞅准时机 奋力挥出一拳 却被其轻松闪躲 紧接着只见他重重的朝着男人砸去 然而却扑了个空 就在他愣神之际 只见男人早已顺身来到他的头顶 看来你们除了隐身之外 就没有任何能力了 另一边 变刑者正与协会会长 讨论着有关玩家考试一试 而他听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据说高泰续部长扔下了所有的S级觉醒者 亲自去联系了一个孩子 难道你就不好奇吗 他到底有多强 才会让部长亲自出马 与此同时 两人已经被男人收拾的服服贴贴 而他却望着手中的红光陷入了沉思 由于身体过在无法使用不时 片刻之后 男人通知了部长过来进行收尾 不过你知道到底是谁袭击了你 但他却表现得毫不知情 毕竟就算说出来了 他们也无法解决此事 难道参与者的名单遭到了泄露吗 看起来要通知其他人加强保护措施吗 而男人最担心的 还是无法使用捕食的问题 看起来还是需要提高一下自身的能力值吗 可提高能力值的办法 要么通过捕食魔物进行觉醒等级提升 要么通过捕食觉醒者来提高觉醒等级 但那都需要用到捕食技能 该死 难道只剩下一个办法吗 男人首次进入健身房内 却当场吓得教练目瞪口呆 因为他展现出了高中生不该拥有的实力 就在男人想到提升能力值的办法后 此刻他转身便来到了国内最棒的健身房内 不过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进来 面对女人的质疑 金太贤当即便掏出了身上唯一的黑卡 而他一眼就认出 这是四大工会之一 炼金术师的SVAP卡 为什么这种家伙会拥有这种东西 而且如果贸然将他们放进去的话 说不定会出什么大问题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喊住了他们 来者便是健身房中的B级健身教练 人称新手梦魇的最强钢体 此刻他正疯狂展示着自己的肌肉 然而男人却对其毫不在意 这可引起了他的不满 难道你比我强吗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不妨跟我打个赌吧 输得人承包健身房一年的会费 闻此 他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画面一转 两人带上了虚拟设备 这是虚拟训练项目 虚拟波特 他是深渊的仿制品 参与者需要背负最重行李的同时 在最短的时间内击败B级魔物 并抵达最终目的地 这通常是健身房内最受欢迎的比赛方式 与此同时 最强钢铁率先开始了行动 面对眼前巨大的魔物 仅仅只是挥出一拳 便将魔物当场击杀 而且他背负的重量超乎了男人的想象 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健身房一年的会费 简直就是唾手可 可就在这时 一道亮光引起了他的注意 下一秒 只见一道人影闪过 男人便瞬间扭转了局势 面对眼前扑面而来的魔物 他依旧表现得非常从容 伴随着他使出全力一击 只见所有的魔物瞬间变化为了乌有 这下可把最强钢铁都看得目瞪口呆 片刻之后 最强钢铁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此刻只见男人开口喃喃道 这是一场不错的比赛 不过希望你能够遵守承诺 画面一转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玩家考试当天 而国内所有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才都来到了这里 其中备受瞩目的觉醒者便是 近战中近乎无敌的存在 以及铁拳 红正旭 拥有出色战斗能力的人才 以及德鲁伊 李吉山 被称为釜山无人能敌的雷神 S级 深润福 以及此次考生中觉醒数据最高的圣女级星星 S级 李矮英等等 还有许多人才参加着这场考试 就在这时 一名新人正抱怨着采访不太顺利 SY经济新人记者 新记者 如果错过这次的采访 那么他将会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正当他对此不知该如何是好事 只见男人缓缓出现在了他的视野 该死 人这么多让参加者怎么进去呢 真是麻烦透了 所有人都被两大S级天才的表现吸引式 却唯独只有部长期待着男人的表现 毕竟他拥有着超越S级的觉醒数值 然而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 因为他居然会被一级觉醒者所压制 就在完成了采访之后 此刻金太贤这才级匆匆 赶到了考场 而考场内人杉人还显得格外热闹 就在这时 只见李矮英一脸吃惊的表情 因为他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到金太贤 并且似乎有了某些变化 而男人则对此表示 他不过是稍微锻炼了一下罢了 虽然李矮英听说男人觉醒了能力 但仅仅一个月 他的变化居然会如此之大 正当他想要询问 上次体育馆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听一阵广播响起 承担未来的年轻人们 欢迎你们的到来 这里将从觉醒者中挑选出适合成为玩家的家伙 第一场考试的规则便是收集 每个人胸前都拥有一个号码牌 失去号码的家伙将会立即落选 而拥有五个号码牌的人将会脱颖而出 时间限制为一小时 下一秒 只见场内一阵抖动传来 整个比赛场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考试允许使用所有手段 但不能伤及性命 那么现在考试正式开始 而众人早已决定好了第一个目标 那便是S级觉醒者 李矮英 但显然他们低估了他的实力 仅仅一击 众人便被瞬间击倒在地 就连屏幕前的监考官们都对此嘖嘖撑起 真不愧是圣女级星星 果然实力非同一般 不过其他考生都比去年要好上不少 而其中最令人期待的 便是釜山的S级觉醒者 深润福 因为考试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 可却依旧没有任何人能够靠近他 就在众人讨论着李矮英和他究竟谁更胜一筹时 此刻部长正注视着金太贤的动向 毕竟他展现出了那么惊人的数据 如果是他的话 一定能够摆平这个考试 拿出你的全部实力吧 金太贤 然而他却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因为金太贤正和一级觉醒者 红正旭打得有来有往 难道是我看走眼了吗 金太贤居然会被一级觉醒者压制 并且一次都没有躲开他的进攻 但很快他便理解了男人的作法 与此同时 两人正打得有来有往 在承受住红正旭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之后 此刻他忍不住朝着男人发问 石化本就比钢铁要低的 你还一直故意挨打 你到底有何用意 就在这时 只见男人瞬间爆发出一股魔力 看起来挨打还是有用的 在历经一个月的训练之后 捕食的限制还是没有解除 这就意味着能力值仍然不够 提高能力值的办法 就是尽可能的让肉体接近极限 接近权力的战斗就是最好的训练办法 所以对他来说 他的训练从未结束 伴随着他挥出权力一击 只见红正旭应声倒在了地上 至此金太贤终于拿到了第二张号码 而屏幕前的高太序正放声大笑起来 他果然不是一个正常的家伙 在如此大规模的战斗中 使用这种训练方法 他可真令人吃惊啊 不过现在才是重点 如果说他是为了能力值而战 那么刚才的战斗已经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为了保留体力 他应该会专门寻找弱者 然而下一秒 部长却表现得极为震惊 与此同时 众人纷纷都对眼前的一幕表示担忧 因为区区C级觉醒者居然也想挑战S级吗 此刻男人已经站到了深润幅的对面 而这时的他已经拥有了147个号码 望着拥有众多号码的深润幅 男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接下来 只需要打败你就行了 即使是顶级石化也无法穿透的雷神之怒 却被一颗石子轻松击破 这可把S级深润幅吓得不轻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种石头可是玩家考试场地专用的材料 能够扛住觉醒者所有的力量 就在男人决定好目标之后 此刻双方各自展开了尤为猛烈的攻势 面对扑面而来的雷电之力 只见男人十分敏捷地将其躲闪开来 伴随着雷神抬手一指 又是一波雷电朝着男人攻去 但都被他轻松闪开 与此同时 只见男人当即使用石化踢向雷神 但却未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不过他还是给了男人些许称赞 毕竟能够进他身的家伙已经不多了 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只见男人瞬间便被甩飞了出去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被称为雷神的身润符居然会这么难缠 周身强大的雷电之力 不仅能够阻挡所有的进攻 并且其强大的力量 能够让他同时实现近战和远战 而此刻的男人正在思考着 在不能使用捕食的情况下 究竟应该如何突破他的防御 就在这时 只见身润符主动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而男人侧身将其躲闪 可没想到却被其一脚拦住了去 紧接着便是身润符的连续打击 无奈他只能选择后撤进行回避 可就在这时 伴随着他双手一挥 只见无数雷电之力顿时倾泻在男人身上 而此刻的身润符则不断对他进行的嘲讽 下一秒 只见男人当即便使用了石化技能 紧接着无比巨大的石拳静直朝着雷神挥去 可仅是抬手之间 他便将其瞬间摧呼 伴随着一阵强光袭来 此刻男人顿时失去了视野 而在这时 雷神正高举着右手 下一秒 一股无比强大的雷电之力便禁止击打在了男人身上 不过男人却仅凭强大的意志将其接了下来 就连身润符都对此感到非常意外 他原以为参赛者都是些三流货色 唯一能够跟他较量的也就只有李亚英一人 可他没想到的是 居然还存在这种家伙 就在这时 只见一发石子朝着他迎面飞来 当场便击中了他的额头 而就在他愣神之际 男人早已一个顺身来到他的身后 伴随着男人全力一挥 只见无数石子瞬间击打在了雷神身上 而他很是不解 为何男人的进攻会奏效 的确 石化技能根本无法穿过他的雷电防御 就算是最高等级的石化 只要是触碰到雷电的瞬间就会被全部击损 但玩家考场却有所不同 因为这里使用了能够扛住玩家力量的刻数材质 虽然他可能会破损 但他永远不会消失 所以他只需将这个东西当成兵器使用 就能成功突破雷神的防御 至于身润符你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黑马与S级天才少女的战斗终于打响 本该是场激动人心的旷世之战 可结果却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就在男人一拳解决完身润符之后 此刻众人开始议论纷纷 C级居然干掉了S级觉醒者 这个金太贤到底是何方神圣 而一旁部长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他可真是个厉害的家伙 下一秒 部长的眉头却再度紧锁起来 与此同时 望着面前掉落一地的号码牌 这下他只需要等待考试结束即可 此刻只见一发冰锥朝着他迎面袭来 男人纵身一跃将其躲过 而他很是诧异 为何会突然出现冰块呢 可随后眼前发生的一幕 却让他感到无比震惊 只见无数冰花瞬间将场地笼罩 不到片刻 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而在这时 只见李矮英正朝着他缓缓走来 此刻男人很是诧异 为何他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难道他观看这场比赛已经很久了吗 就在这时 他却发表了自己的观后本 他认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没有责任心的使用能力 只会成为野蛮行为 金太贤你的确很强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男人会以这种方式击败深润福 所以你也是用这种方法 打败李正宰对吧 下一秒 只见巨大的冰柱从天而降 紧随其后的便是无数冰柱纷纷坠落 而男人面对此景也只能奋力躲闪 就在这时 只见李矮英一记飞踢便将男人瞬间击飞 他也曾信任过男人 认为他和李正宰是不一样的家伙 不会因为个人利益而鲁莽行事 可自从他看到男人的战斗之后 他才知晓了一切 无论是李正宰还是裴鹤秀 他们身上的伤权都是男人所为 伴随着一颗巨大的冰柱拔地而起 随后只见男人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就是因为男人滥用能力 才导致他们现在还躺在病房内 不过那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所以他不会举报男人的行为 但他希望 金太贤可以放弃玩家考试 因为他没有成为玩家的资格 而男人则对此做出回应 一个连李正宰都无法扶持的家伙 在这谈什么力量和责任 到最后你想做的就只是淘汰我吗 难道你在害怕我的力量吗 闻此 李亚因当即便下定了决心 下一秒 伴随着他缓缓凝聚魔力 只见一把巨大的冰霜之锤便出现在他手里 金太贤 你就到此为止吧 面对如此强大的魔力 此刻就连金太贤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毕竟经历过上百次的实话 如今早就丧失了他的能力 而隐身在这种大范围攻击下根本毫无作用 虽然君主的心脏已经完全发动 但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济于事 最糟糕的是 古诗仍旧无法发动 并且由于体力不足 根本无法在对战中注入麻木毒素 如今只剩下最后一种办法 此刻只见男人率先朝着李亚因跟去 伴随着李亚因猛然挥出一击 只见整个场内瞬间亮起一道白光 就在众人正好奇结果到底如何是 面前的一幕却让众人呆愣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伴随着迷雾的消散 只见两人的身影出现在面前 居然是Kiss吗 其玩家是所有觉醒者都想抵达的终点 因为玩家和觉醒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即便是像雷神这般的强者 在真正的玩家面前 也不够宛如蝼蚁一般渺小 就在这猝不及防的一幕出现后 谁也不会想到 当李亚因猛然挥出巨锤时 男人居然会朝他扑去 而之所以要和他Kiss的原因 完全是为了注入麻木毒素 释放状态异常类型的技能时 通过近距离进行内部释放 将会大大提高成功概率 所以金太贤才会让他吞下 含有麻木毒素的血液 不过考虑到S级觉醒者自身的抗性 这算得上是放手一搏了 好在这个计划成功奏效 就在这时 场内一阵广播响起 第一场玩家考试结束 请各位考生待在原地等待 而在结束完考试之后 所有受伤的考生都及时得到了治疗 李亚因虽然中了麻木毒素 但好在号码没有丢失 所以他也通过了玩家考试 至于金太贤 虽然只得到了七个号码 但由于他打败了申润福和林亚因 所以导致他成为了这次玩家考试的焦点 不过这个治疗还是挺好用的 是否应该要不是一个呢 就在这时 只见申润福突然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申润福居然会出现在这 这下你应该无法使用那种卑鄙的手段 伴随着他猛然发力 两人便被瞬间弹开 此刻一旁的众人正乐此不疲地观看着他们 而下一步 突如其来的雷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 接下来 就让我们堂堂正正地打一架吧 正当两人的大战一触即发时 避古无形的力量瞬间袭来 当场便将申润福压倒在了地上 此刻他正疼地仰天长笑起来 而男人则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就在这时 只见眼镜难正朝着他们缓缓走来 该死 你们就不能消停混吗 而男人一眼就认出 此人正是S级玩家朴成镇 他是玩家协会中最优秀的玩家之一 未来将会成为双S级别的玩家 此刻他很是意外 居然还有人能够站在他面前 伴随着他猛然发力 只见金太贤身上的沉重感不断加重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S级别的觉醒者和玩家之间的实力差距会如此之大 而朴成镇则表现的有些许震惊 毕竟这种程度就连老玩家也难以承受 就在他准备再次发力时 一旁的医生及时制止了他的行为 在经过医生的一番思想教育之后 此刻他询问起了男人的名字 而男人也对此做出回应 我叫金太贤 看来你就是击败了两位S级的星体之秀 这真是太有趣了 你的目标一定是成为S级玩家对吧 我会在终点等着你的到来 画面一转 此刻众人迎来了第二场玩家考试 而这场考试的内容非常简单 那便是通过他身后的大门进入地级副本 闻此 众人皆感到非常震惊 居然是真正的副本了 而规则便是 每五名考生为一子 在玩家监考官的带领下攻略副本 进入副本之后 考生所有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进行评估 内容涉及到战斗观察 知识以及医疗辅助行动 协会将会提供需要的兵器和消耗品 那么接下来 就请按顺序进入大门 而此刻的男人则表现得一脸轻松 毕竟有玩家在场基本上 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除非遇上双重副本 阿波卡利普托 那是一个S级别的副本 最初是在玩家考试中的 D级副本里发现他的存在 刚进入副本 考试队伍就遭到了团灭 这也导致了后来许多还未发现的副本 被禁止进入 如果男人能够提前阻止他就好了 不过又有谁会相信他呢 而且如今的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只要男人不是第一个发现双重副本的人 那么他肯定能够找到存活下来的办法 考官无意中露出了他的戒指 却把男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强大 而是前世里发现双重副本的家伙 就带着这个东西 就在男人进入副本之后 望着站在面前的五人 此刻男人沉默了许久 因为这次考试的监考官 是鸡玩家马涛学 同时也是第一个发现双重副本的家伙 画面一转 进入副本的众人干劲十足 不到片刻 便将面前的怪物消灭得一干二净 就连监考官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 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实战 但大家的表现都非常不错 得到玩家资格也只是时间问题 而此刻的男人则有些难以置信 为何他偏偏会进入到这只小队当中 绝对不会出错 马涛学所佩戴的戒指 正是当初第一个发现双重副本之人的物品 闲者之界 等级独一无二 各项属性值提升十倍 而双重副本的等级是S 如今不能使用捕食技能的男人 碰上他绝对只有死路一条 为此他必须想个办法 阻止他们发现双重副本 而机会很快便降临在他身边 就在众人纠结着选择哪条道路时 只见男人率先朝着右边道路跑去 这可把监考官吓了一条 毕竟擅自行动可是很危险 但为了不让他们发现双重副本 所以男人也只能出此下策 可很快他便会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 只见一道空间之门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为何副本内部还有一道空间之门 而男人一眼就认出 这就是双重副本 阿波卡利普托 该死 没想到绕来绕去还是来到了这里 就在队友正准备上前探查一番时 只见男人当即便制止了他的行为 毕竟副本内部居然出现了新的洞口 这不是很奇怪吗 出现这种特殊情况 不是应该先向协会进行汇报吗 当然 就连监考官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但思索片刻之后 他还是决定先进入探索一番 因为洞口散发的魔力仅有地己 而且就算出了什么问题 也还有一击玩家在场 再者如果真的是特殊事件 那么进入里面探索可是能够得到不少分数 这可把男人吓了一跳 可是这不是违反了原则吗 但却遭到了考官的反驳 金太贤你连团队合作都不懂的家伙 有资格说这种话吗 文词 众人当即便开始对男人声讨起来 伴随着考官打下一记响指 白光亮起 而等到男人再次睁开双眼 却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条 因为这里看起来并不像是地级腹部 望着面前矗立着的巨大雕像 此刻众人纷纷开始讨论起来 就在这时 男人却是示意他们闭上嘴巴 因为他们已经来了 随后只见两道人影缓缓出现在他们眼前 而当看清楚他们的真实面目之后 此刻众人纷纷陷入了恐慌之中 因为这居然是一极魔物死亡骑士 随后考官当即朝着众人示意 马上进入作战准备 下一秒只见魔物猛然朝着他们发起了进攻 而众人则是侧身将其躲闪开来 紧接着考官开始分配各自的任务 由他使用魔法牵制住敌人 众人则瞅准时机对其造成伤害 而持有盾牌的家伙 则需要站到前方抵御魔物的进攻 在经过众人片刻的努力过后 他们终于消灭了一极魔物 就连他们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能够战胜一极魔物 正当他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时 下一秒 他们却当场呆愣在了原地 因为新一批的死亡骑士正朝着他们缓缓靠近 变身了现身了 双重副本的最终BOSS终于现身了 就在新一批的死亡骑士到来时 此刻众人皆感到无比震惊 而男人却发现了不太对劲 片刻之后 众人再次清理完了一波魔物 此刻他们早已累得气喘吁吁 可魔物的数量并未减少 因为每消灭一波魔物 下一次他们就会成倍的出现 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众人迟早都会死在这里 就在这时 男人表示自己发现了奇怪的点 而考官很识不解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战斗这么久都不会疲惫吗 并且他还发现了这门非常危险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如果不是君主的心脏 这项技能提高了他们的能力值 众人早就葬身于此了 那么你觉得奇怪的地方是 虽然只是他的推测 但这应该不是死亡骑士 闻此 众人对此表示无法接受 而他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亲自去确认一下 随后他便挥舞着巨剑朝着魔物奔去 面对敌人的围攻 只见他纵身跃向空中 紧接着举起手中的巨剑 奋力朝着雕像扔去 伴随着一声巨像传来 只见雕像应声碎裂开来 与此同时 周围的死亡骑士瞬间消失 随后整个场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居然是幻影吗 幻影陷阱 这是让我们与假象敌人进行战斗的陷阱 为的是消耗我们的体力 此刻众人对此表示难以接受 毕竟他们战斗了这么久 居然只是幻影 但考官很是好奇 因为他并未和死亡骑士打过 为何会知道这是陷阱呢 当然是因为直觉啊 毕竟死亡骑士可不会这么弱小 随后他便叮嘱着众人 赶快离开这里吧 不然你们都会死在这里 然而虽然摧毁了幻影陷阱 但情况并没有好转 因为双重副本的出现 导致副本内部的空间变得完全不同 并且由于刚才的战斗 此刻的众人早已伤痕累累 如今唯一的希望 便是找到副本的出口 在经过片刻的搜索过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扇大门 虽然开启拥有一定程度的威胁 但眼下他们也别无他法 伴随着大门的缓缓开启 此刻的考班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门内居然跪着一只死亡骑士 正当众人以为就此结束时 只见无数个死亡骑士缓缓出现在他们面前 随后一阵火光亮起 顿时便照耀了整个房间 此刻众人的身体止不住颤抖起来 因为映入眼帘的竟是无数只死亡骑士 就在这时 前方响起一道声音 该死的人类 你们终于走到了这里 那么接下来 就开始进行决斗吧 解开了解开了 捕食的封印终于解开了 就在真正的SG Boss现身之后 此刻他要求着众人进行一对一的决斗 望着面前浩浩荡荡的阵势 众人当即便陷入了恐慌之中 就在男人安慰着他们冷静下来时 身后的三人早已被吓得落荒而逃 毕竟他们宁愿回到原来的地府 也不愿意死在这里 可随后 只见死亡骑士朝着他们猛然挥出一击 当场便重创了他们 而两人都被眼前的一切吓了一跳 此刻只见男人朝着马涛学大喊 由我来拖延时间 你快去寻找出口 可下一秒 马涛学却将其击飞出了门外 紧接着使用魔法筑起一道围墙 而男人对此非常不解 他到底为何要这么做的原因 此刻只见他开口喃喃道 他从始至终都想成为一名S级别的玩家 可无论他怎么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 得到的却是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 如果解决完了双重副本 他的梦想就会实现 但看起来是他想的太简单了 面对死亡骑士的进攻 只见他抬手间使出一记X斩将其击杀 此刻的他不得不承认 金太贤拥有成为S级玩家的潜力 所以他希望金太贤能够带着受伤的队友们离开着 至于阻止这些魔物 是身为一个监考官该做的事情 然而望着面前倒地不起的队友们 似乎他们已然失去了生机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当他回头看去时 只见一排排死亡骑士正站在他的面前 而监考官已然倒在了血泊之中 望着周围凄惨的荧幕 此刻的男人陷入了恐惧之中 与此同时 面前的死亡骑士缓缓抬起长剑 是否申请决斗 就在男人愣神之际 他却注意到了一旁掉落的戒指 这不是马涛学的闲者之剑吗 下一秒 只见死亡骑士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 而男人则是侧身将其夺审 紧接着俯身捡起了那枚戒指 如今的他唯有将希望寄托在戒指之上 就在他戴上戒指的那一瞬间 只见周身一股强大的魔力瞬间爆发 当场便将周围的魔物消灭得一干二净 就连BOSS都被吓了一条 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 此刻前方传来提示 由于佩戴了闲者之剑 所有能力值提升时 满足所有条件 捕食封印 解除 只是使用了F级的捕食技能 却让S级别的BOSS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这股力量 正是传说中的王权之力 就在捕食的封印终于被解开之后 此刻只见一股红色能量迅速朝着四周散开 不到片刻 他便将周围的死亡骑士吞噬的一干二净 与此同时 面对敌人的蜂拥而上 来人当即使用捕食进行抵挡 仅仅一击 就将敌人瞬间击退 但光靠捕食也不行 毕竟吞噬掉他们需要十秒的时间 而在那期间 他必须使用自身所有的技能 利用一切进行战斗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存活下来 可就在这时 一只紫色长矛静直降落在他面前 这可把男人吓了一跳 随后他更是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惊 只见Boss缓缓凝聚魔力 下一秒 无数只长矛静悬浮在他上空 紧接着纷纷朝着他直击而下 为了躲避Boss的进攻 于是男人只能选择朝着前方跑去 随后他便瞅准时机 拼尽全力朝着Boss使用捕食技能 然而面对如此强大的能力 Boss却仅是抬手间便将其当场消除 此刻的他承认 金太贤的确很强 但仅仅只有这种程度而 伴随着Boss挥出全力一击 此刻的男人已然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他很是好奇 到底是谁给予了男人这种力量 随后只见他当即使用 骑士王的咆哮攻击着男人 但却被男人身上不知名的力量 成功抵抗住了一部分的进攻 你不是普通人类 而他早就知道男人能够听懂他们说话 于是他便再次发问 你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伴随着Boss猛然发力 此刻的金太贤已然陷入了冰死之际 而在这时阿斯摩德斯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望着周围倒在血泊之中的队友们 此刻的他忽然意识到 和那时候一模一样 并没有任何改变 他不知道Boss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为何自己突然能够听懂魔物的语言 他明明得到了力量和机会 却什么都没能改变 为什么王会给予我这种力量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他耳边响起 随后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他面前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只是欣赏你的意志和任性爱 你不需要改变自己 只需要继续勇往直前就行 下一秒 男人猛然睁开双眼 就在Boss即将挥出致命一击时 此刻无数红色能量纷纷朝着四周攻去 所到之处皆吞噬殆尽 这时的Boss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难道这家伙想用身体让技能暴走吗 伴随着他的一声呐喊 只见体内的魔力瞬间暴增 现此 Boss当即来了兴趣 随后他便朝着男人挥出全力一击 但却被男人轻松抵挡下来 你不是很想知道这股力量是什么吗 那么就亲自去了解一下吧 伴随着他的猛然发力 此刻捕食技能提升到了B级 紧接着只见一股魔力瞬间击打在Boss身上 当场将他震飞数十米远 与此同时 男人拾起一旁的巨戒 随后顺步来到Boss身前 并对他进行了多次挥砍 此刻的Boss勃然大怒 当即召唤出一堆兵器朝着男人攻去 而他却只是缓缓抬起右手 紧接着猛然挥出全力一击 下一秒 只见一头红色巨龙朝着Boss飞扑而去 就在他对此感到无比震惊时 此刻男人开口喃喃道 我不是人类 而这股力量是王者之力 伴随着他猛然发力 只见Boss当即便被吞噬的一干二击 随后前方传来提示 增加新的技能 骑士王的霸气 只是通过了第二轮玩家考试 却让在场所有考官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他居然独自通关了S级别的双重副本 而他们断定 男人应该拥有着国家级别的战力 就在金太贤使用捕食击败宝之后 此刻外面的众人正神色凝重地望着洞口 因为经过重新测定 副本被判定为了等级S 该死 为何地级副本会突然变成S级 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死在这里的 毕竟仅凭他一人根本无法将其攻略 就在这时 副本洞口突然传出阵阵紫光 正当众人以为怪物即将来袭时 下一秒 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 金太贤终于回到了这里 画面一转 在金太贤的努力之下 所有的考生全都安全撤离了副本 考试结果由离开副本前的成绩来决定 而那些死者则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 至于是谁攻略了双重副本 高层们则决定不对外公布 毕竟如果将事实公之于众的话 将会给金太贤带来巨大的麻烦 当然 面前的两人深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此刻协会会长朝着两人发问 那么你们认为他的实力如何 能够独自攻略双重副本的家伙 既然他能够独自完成S级别的副本 那么他至少是S级别的玩家 不过考虑到他目前的等级和S级相差甚远 所以他的潜力不可估量 此刻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紧接着朝着会长脱口而出 那家伙很有可能成为国家级别的战友 另一边 此刻的金太贤望着眼前的一切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无数只怪物正站在他的面前 该死 这不是深渊吗 就在这时 远处一道人影正朝着他缓缓走 而他忽然意识到 眼前之人正是王 与此同时 周围的怪物响起了阵阵哀吼 伴随着王抬手一挥 下一秒 只见所有的怪物便被瞬间消灭了一干二几 而就在男人愣神之际 此刻前方传来一道声音 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在深渊最深处的地方 随后男人猛然从噩梦中惊醒 此刻的他感到一阵后怕 因为他清楚知道那并不是梦 而王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连S级魔物都非常害怕的捕食能力 甚至是能够听懂魔物的语言 这一切的疑点太多了 看来除了前往深渊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此刻望着一排排等级为B的技能 果然不出所料 在和骑士王对战时 他就意识到 他的等级提升到了B级 如今他的能力只堪比S级别的玩家 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他迟早能够成为国家级别的战略 就在这时 门外一阵响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随后一道陌生的人影缓缓出现在他面前 发面一转 此刻的他已然乘坐在汽车之上 而他很是好奇 四大行会之一的夜行者工会会者 究竟找他有什么事情 随后他便对此做出回应 他不过是想看看攻略双重副本的任务 到底是何方神圣 然后顺便送他回家而已 但显然金太贤并不接受这样的说辞 随后他便进入了正题 第三次考试将会和第一次一样进行模拟战斗 不过有所不同的是 外人将会坐在观众席上观看这场比赛 这也就意味着 金太贤的所有实力都将会被公开 到时候他一定会成为所有工会的目标 而他这次前来 就是为了提前邀请男人加入夜行者工会的 为此他愿意满足金太贤所有的要求 然而面对会长的盛情邀请 男人却是果断将其拒绝 只是站在了考试场上 却让所有玩家和考生感到无比震惊 甚至想要一同联手将其击败 因为他正是独自攻略了S级双重副本的家伙 金太贤 就在金太贤一口回绝了他的邀请之后 此刻他正要朝着家里赶去 而会长很势不及 为何男人会拒绝得如此果断 难道他已经答应了其他工会吗 但男人却对此表示否定 因为在他眼里 其他工会和夜行者并没有任何区别 他只是单纯的不想加入仅此而已 而就在他转身离开之际 只见会长一个顺身便捂住了他的嘴巴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是刚刚成为玩家的臭小骨 居然敢拒绝四大工会 但他还是原谅了男人的行为 因为他十分看好他 此刻只见男人开口难难道 你还是这么喜欢乱来啊 真不愧是林亚英的姐姐 文此 会长当即感到极为震惊 你为何会知道这件事情 我知道的可多了 关于你那被抢走的名字 下一秒 只见一道绿光直冲林霄 会长当即爆发出一股强大的魔力 就连一旁男子都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下糟糕透了 刘亚英会长的本名原是林亚英 当初身为御龙集团代表的私生女 本该作为未来继承人来对待 但当父亲的大老婆生下小女儿之后 她的名字便被夺走了 最后刘亚英选择了改变姓氏 成为了一名玩家 不过这件事情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 此刻面对会长如此强大的霸气 只见男人果断使用能力进行抵抗 并且发动了骑士王的霸气进行反击 而会长很是震惊 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 不但抵挡住了他的进攻 并且还对他进行了反击 随后只见男人缓缓朝着会长走去 下一秒 便将其壁冬在了墙上 我劝你最好不要越界 刘亚英小姐 闻此 会长当即小脸一红 画面一转 只见众人正缓缓朝着竞技场内胆去 而这里 便是玩家第三轮考试的主场 与之前未公开的考试有所不同的是 观众们可以自由观看这场考试 当然 主考官们也会在后台进行观看 还有伪装过的刘亚英也来到了现场 此刻一旁的叔叔正为男人表示担心 毕竟他听说玩家考试非常的危险 但表弟却示意他们不用担心 因为太贤哥一拳就能放倒他们 而一旁的金记者正感到坐立不安 由于上次采访了C级觉醒者 所以导致上次非常的不满 如今的他即将面临失业的难题 那个叫金太贤的孩子应该已经落选了 就在这时 一旁的人们注意到了考场的气氛有些不对 那些身经百战的玩家们 甚至是身为一级星星的玩家 李吉山 他们都在盯着同一个人 难道他们想要联手将其击败吗 那家伙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与此同时 前方一道广播响起 所有观众们注意保护好自己 请集中注意力进行观看 第三轮玩家考试正式开始 只是通过了第三轮玩家考试 却让所有的考官和观众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他居然独自干掉了所有的考生 并一举成为了S级别的玩家 就在第三轮玩家考试开始之际 此刻众人纷纷朝着金太贤发起了进攻 因为他们在赛前就达成了一致的观点 必须率先将其除掉 毕竟在第一轮玩家考试时 他可是独自消灭了两大S级星星的怪物 就在众人一窝蜂朝着他发起进攻时 下一秒只见一道人影赫然从迷雾中窜出 紧接着男人果断使用了石化技能 在一顿猛烈的拳打脚踢之后 挡在面前的众人便被清理得一干二净 而就在这时 只见男人脚下突然迸发出一道绿光 下一秒 无数藤蔓将其瞬间包补 而他很是意外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 此刻只见李吉山开口喃喃道 即使你击败了两个S级 但你还是放松警惕了 这次考试的获胜者将会是我一级李吉山 可话还没说完 只见男人猛然正开了束缚 随后一脚将其当场踢飞数十米远 然而还没等他休息片刻 臂旁的众人便再次向他发起了进攻 此刻只见男人抬手一指 骑士王的霸气 下一秒 一道红光充斥着整个赛场 紧接着只见骑士王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强大的力量瞬间压得众人无法动弹 与此同时 场外观看的众人则对此感到无比震惊 而刘雅英更是直言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居然敢在赛场上使用这一招 不到片刻 场上所有的考生都被男人消灭得一干二几 看起来这下应该快结束了吧 如今场上只剩下最后一人 S级别的林雅英 此刻只见男人开口说道 不如你弃拳吧 还是说 你想要再次经历第一轮考试那种情况吗 闻此 只见林雅英当即神色异己 下一秒 一道巨大的兵之屏障便将他们瞬间包补 金太贤 你还是先顾好自己再说吧 这一次 他绝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 不到片刻 此刻赛场上早已一片狼藉 随后只见林雅英正朝着前方缓缓倒下 虽然他没能战胜金太贤 不过男人还是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他仍旧是最难对付的对手 与此同时 一道广播响起 这一届玩家考试正式结束 获胜者便是 920号考生 金太贤 画面一转 协会会长为夺得第一的男人准备了丰厚的礼 恭喜你 成为了S级别的玩家 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 第三轮考试男人居然独自击败了所有的考生 但仔细一想似乎也合情合理 毕竟他可是独自攻略了双重副本的家伙 此刻只见会长开口朝他询问 太贤 你想不想加入新H国玩家协会 为协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闻此 男人当即呆愣在了原地 随后望着奖杯陷入了沉思 很多东西都发生了改变 曾经身为非觉醒者的他打败了S级 不仅成为了第一名 就连四大行会的老大 新H国最厉害的池正希 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在经过一番思索之后 最终男人还是拒绝了他 此刻协会会长对此感到无比震惊 随后男人给出了理由 与其为工会和协会效力 他认为自己单独行动的话效率会更高 闻此 会长当即哈哈大笑起来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男人会说出这种话 一个人居然比整个协会更好吗 随后只见会长话锋一转 既然如此就不跟你聊加入协会的事 接下来这件事你应该会很感兴趣 亚洲友谊联赛 你有参加的想法吗 男人第一次与别人握手 就被吓得当场无法动弹 因为在他面前的 至少是S级别以上的玩家 这下事情变得更麻烦了 就在会长向男人发出邀请之后 此刻他正在攻略着一处副本 不到片刻 这个副本中的魔物便被他消灭得一干二净 而在这时 他忽然想起了会长提到过的友谊联赛 友谊联赛 各国协会或工会选出五名代表 互相竞争狩猎恶魔和魔物的比赛 不过参加这种比赛并没那么容易 因为想要成为国家代表 就必须拥有足够多的贡献值 而贡献值只能通过击杀强大的魔物来获取 虽然会长提议让男人成为国家代表 但他深知 对于刚成为玩家的他而言 想要追上那些已经积累好几年贡献值的家伙 就必须解决掉更加强大的魔物才行 可经过一个月的劳碌奔波 男人解决掉了在这一个月内出现的所有负责 但自身却没有得到任何成长 更别提贡献值了 眼下的他已经别无他法 于是他只能决定前往那个危险的地方 另一边 泰山集团的会长正朝着光头大发雷霆 因为他的儿子如今还躺在病床上 可伤害他的家伙居然成为了S级别的玩家 伴随着他的猛然发力 只见光头当即便被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 一旁的侍女表示恶心工会有客人来访 闻此 会长当即勃然大怒 毕竟之前他就是找的这家工会解决金太贤的 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气息瞬间袭来 此刻一道人影缓缓出现在他面前 会长请冷静点 你的目标不就是那个臭小鬼吗 而会长很是震惊 你到底是谁 随后只见他开口喃喃道 初次见面 我是恶心工会的副会长 影子 画面一转 男人才刚刚走出传送门 只见面前的胖子当即便喊住了他 而他便是负责带男人前往拍卖场的家伙 以及玩家练金术师 朴健雄 同时也是男人忠实的粉丝 奸金太贤俱乐部成员 这里是最高级的拍卖区域 东角拥有着最大的拍卖规模 拥有品质最好的拍卖品 以及提供便捷的翻译功能 而这其中 最优秀的地方便是安全 因为这里能够随时改变坐标 并且没有许可根本无法来到这里 也是多亏了这种制度 数十年来这里从未出现过问题 的确如此 但男人深知 今天这里将会遭到S级魔人的袭击 画面一转 此刻台上正拍卖着一个价值不菲的道具 不死鸟药水 喝下它就能够提高20点魔力和体力 而金太贤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通过击杀S级魔人来获取贡献制 不过有关这里的信息 他了解的并不多 他只记得回归前 东角在魔人的袭击下遭到了重大的损失 而他很是好奇 到底是谁解决了那种怪物 随后只见他朝着胖子询问 这里的总负责人是谁 正当他想要开口解释时 下一秒 一道声音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这不是H国最年轻的S级玩家吗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叫金太贤吧 来者便是来自G国的S级玩家 一板良平 同时也是这里的安保总负责人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家伙为了自己的利益 甚至可以对同伴动手 在玩家中 是被称为恶鬼的存在 此刻只见他缓缓伸出左手 很高兴能够见到你 天才玩家 而男人也是毫无防备地与他握起手 下一秒 无数电流静止朝着男人袭去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这家伙居然会使用如此手段 而此刻的他却是感到无比兴奋 没想到你真的是S级 就在男人即将进行反击时 他却注意到了一旁的众人 此刻他们正面露蓝色的 瘫倒在了地上 而在这时 他却松开了男人的左手 随后俯身说道 这下你应该明白了吧 即使是S级玩家 也是有等级区分的 虽然他不知道男人 为何会来到这 但他奉劝男人不要乱来 最后继续享受拍卖吧 望着他慢慢消失的背影 此刻的男人意识到 看起来事情 比我想象中还要复杂 只是出现在了拍卖场上 却让整个组织感到无比头疼 因为他正是刚被评为S级别的玩家 金太贤 就在男人等待事件发生期间 另一边 一群家伙正朝着管理士 缓缓靠近 而为了保证管理士的安全 于是光头带领着众人 对其发起了进攻 可仅仅一个照面 众人便全都葬身在了老头手上 此人便是来历不明的S级魔人 纳兰德拉尼鲁 与此同时 B旁的手下正朝着他汇报情况 拍卖场上出现了变数 因为新H国中的S级玩家 金太贤出现在了这里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此刻只见他开口喃喃道 那种臭小鬼怎么了 只要我还在这里 就没有任何人能够躲过神的启示 下一秒 一声巨响传来 当场便炸毁了拍卖现场 紧接着无数巨响传来 两栋建筑纷纷遭到了严重的摧毁 此刻就连男人都表现得极为震惊 虽然他知道这里会遭到袭击 但没想到居然是好几个地方吗 那些家伙到底是怎么进入拍卖场的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需要先对付那些魔人 就在魔人正是一众人 不要轻举妄动时 下一秒 只见一道人影闪过 面前所有的魔人便被瞬间击杀 此刻男人朝着朴建雄示意 快去联系协会对这里进行增援 而我则负责抓捕幕后主使者 画面一转 众人正保护着已被客人拍下的商品 然而伴随着达克的一声令响 双方人马便瞬间展开了厮杀 不到片刻 他们便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 此刻只见达克一把拿起面前的物品 终于找到了凤凰药水 服用后可以永久提高20点魔力和体力 而他也终于明白 为何尼鲁会想要得到这个东西 因为光是看一眼就能感觉到 他蕴含着无比强大的力量 如果他能够将其喝下的话 就在这时 一声巨响传来 随后一位手下应声倒在了地上 而他还没反应过来 只见周围的手下接二连三被当场击杀 这时的他才反应过来 这个技能是隐身 与此同时 一道灵力的斩击瞬间落下 当场便划伤了他的右眼 而在这时 只见他猛然发动魔力 下一秒 男人便被无数条锁链牢牢绑住 你以为会隐身就了不起了吗 这下你完蛋了 然而此刻的金太贤却是无比兴奋 这个技能居然还能定位对手吗 看起来非常不错 是一个值得使用捕食的技能 另一边 尼鲁已经占领了空间门管理室 没想到事情发展得格外顺利 接下来只需要拿到凤凰药水就结束了 与此同时 一旁的手下正朝着尼鲁汇报情况 前去寻找凤凰药水的达克有消息 但似乎出了一些问题 此刻只见对讲机里传来一道声音 你就是那个尼鲁吗 而尼鲁却表现得一脸震惊 你到底是谁 还能有谁 当然是抢走你东西的家伙 如果你还想要凤凰药水的话 就赶快过来吧 该死的老东西 凭药水在拍卖会上摆放整整500多年 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凭普通的药水 可男人却花费20亿将其喝下 因为只有他知道 这是传说中的凤凰药水 使用者能够永久提升20点体力和魔力 就在男人朝着老头发出挑战之后 此刻只见他将手中的凤凰药水一饮尽 下一秒 他的体力和魔力便瞬间得到了提升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这玩意的效果会这么好 不过这下终于不用担心 他会被坏人抢走了 与此同时 只见梁平带领着一行人缓缓赶到了这里 而此刻的众人则对此感到无比疑惑 因为他们通过通信的位置来到了这里 但却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 就在这时 只见梁平开口喃喃道 他不就正站在我们面前吗 快现身吧 金太贤 此刻男人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 没想到我隐藏得这么好 还是被发现了 而梁平很是好奇 为何身为S级别的玩家会出现在这 但男人并未对此做出解释 反倒是你 身为护卫总负责人 为何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 他则解释自己正在寻找一件东西 闻此 男人当即知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难怪他会觉得不太对劲 这里拥有这么多优秀的玩家 却没人能够发现敌人已经入侵了 而且进入这里是需要许可 看起来你就是那个组织的那一马 下一秒 只见他猛然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但却被其台剑抵挡下来 快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与此同时 双方展开了极为猛烈的战斗 无数斩机纷纷在众人周围划过 而此刻的男人则感到非常势力 即使使用了隐身技能 他也能够通过声音和杀器来判断男人的位置 就在男人愣神之际 只见一道斩机朝他重重劈下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同样是隐身技能 可两人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不过他还不值得男人使用捕食技能 伴随着金太贤猛然发力 下一秒 只见众人便被一股无形之力压倒在了地上 可男人却迟迟未见良平的风景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他上方传来 你的判断非常正确 隐身在大范围技能面前毫无作用 不过你要是想找我的话 就应该往头顶使用这个技能才对 下一秒 一道凌厉的斩机便朝着男人戏去 其威力之大当场便贯穿了整个通道 而在这时 良平却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 因为金太贤使用锁链挡住了他的进攻 此刻男人这才娓娓道来 刚才的霸气并不是为了找到他的踪迹 而是为了限制他活动的范围 下一秒 无数锁链便将良平牢牢捆住 随后只见男人猛然挥出一卷 这下该结束了吧 同样是身为S级别的玩家 可两人之间的实力却有着巨大的差异 因为他可以通过献祭人类的数量和质量 来召唤出某种等级的怪物 就在金太贤解决掉良平之后 此刻他们一行人都被男人用锁链牢牢捆住 而他很是好奇 身为S级别的玩家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 随后只见男人一脚将其踹飞数十米远 别浪费时间了 快说出尼鲁的所有信息 如今各国的协会都派出了增援部队 只要他们抵达这里 你们就全完了 然而良平却露出了一脸坏笑 你果然什么都不懂 另一边 此刻两人正在商讨着作战计划 然而炼金术行会的会长 却一脸焦急的出现在他们面前 而他很是不解 为何还不派出增援部队前往东角 此刻只见协会会长开口向他解释 当出现状况时 他第一时间就派出了增援部队 队伍是以朴城镇为首组成的精英部队 可问题是 目前他们根本无法前往那里 因为东门的管理士被占领之后 所有的传送门都遭到了封禁 不过不用担心 毕竟现场还有两位S级别的玩家 只要他们能够坚持到我们打开传送门就行了 而在这时 刘亚英缓缓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画面一转 此刻良平对男人开始了解释 你知道与恶魔签约这个技能吗 那是尼鲁最糟糕的技能 通过献祭的数量和质量 他可以召唤某种等级的怪物 你说的献祭该不会是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人类 此刻就连会长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 如今有数百人遭到了尼鲁的挟持 如果他把这些人全部献祭的话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为那将会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此刻只见良平开始对男人嘲讽起来 你很幸运战胜了我 不过你永远无法击败尼鲁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要么眼睁睁看着这些人被献祭 要么冲进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当中 闻此 男人当即陷入了沉思 另一边 尼鲁的手下开始进行了汇报 看起来良平已经输了 不过金太贤和凤凰药水的下落仍旧未知 那么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此刻尼鲁猜测 也许他正在等待着协会的帮助 随后只见其抬手一挥 下一秒 无数人类便被当场踢起 既然他不主动现身 那么我就有的是办法把他引出来 正当他想要将人类击杀时 此刻场内陷入了一片漆黑 而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 手中的祭品早已不知所踪 与此同时 只见男人顺身来到他的身后 随后向他挥出了全力一击 居区低级魔物 居然连S级别的霸气都无法将其压制 这可把男人吓了一条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魔物只在尼鲁的控制下行动 并且伴随着魔力的影响 它们会变得比普通魔物还要强大 就在金太贤发起进攻之后 此刻只见尼鲁侧身将其躲闪开来 与此同时 无数怪物从他头顶赫然窜出 随后纷纷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尼鲁居然会在头顶上藏有怪物 此刻待在一旁的众人朝着男人发起了求助 但他却选择将其无视 下一秒 无数怪物纷纷从他头顶降落 当场便将场内砸出了一个巨坑 然而伴随着一阵手起刀落 男人很快就将他们消灭得一干二净 随后他便使出了骑士王的霸气 试图用这种技能镇住在场的怪物 可他却小瞧了这些怪物的能力 只见他们没受任何影响地朝着男人扑去 此刻男人对此表现得极为震惊 而一旁的尼鲁则冷声说道 恶魔签约召唤出来的怪物可是与众不同的 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听从他的指挥 并且受到魔力的影响 他们会变得比普通怪物还要强大 即使你战胜了良品 你也不该违背神的旨意 而在怪物们的进攻之下 金太贤很快就落入了下风 与此同时 一旁的众人感到非常害怕 难道那家伙连怪物都赢不了吗 但只有眼尖的大叔发现 多亏了男人出手相助 所以才没有任何怪物注意到他们 并且他以一己之力挑战着众多魔物 仔细一想 刚才他所做出的举动 也是为了将他们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而大叔断定 金太贤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解救他们 闻此 众人纷纷朝着男人高喊加油 下一秒 男人使用锁链将众多怪物牢牢捆住 随后朝着众人示意 快把嘴闭上 光是源源不断的怪物就已经让他身心俱疲 更别提还有这些凡人的人质 此刻的他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 于是他便朝着朴剑雄适应 快点行动 与此同时 只见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 现在马上开始 而在前不久 金太贤刚刚解决完良品 随后便将全部事情告知了朴剑雄 不过眼下最麻烦的是 如今的控制室内充斥着大量的怪物 如果只是对付尼鲁的话 他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这会让那些人质卷入其中 所以他不能对此做事不管 因此男人需要他的帮助 不过他却表示 如果想要将协会和这里连接起来的话 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毕竟他并不知道这里的坐标 但男人却示意他不用担心 因为他只需要将魔物传送出去即可 与此同时 伴随着传送之门的打开 只见无数怪物瞬间便被吸入其中 而此刻的尼鲁则表现得一脸震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头双手合十虔诚地进行祈祷 可身后的手下却一个个消散而亡 这可把男人吓了一跳 难道他们都被陷进了吗 就在传送门吸走了所有怪物之后 此刻的尼鲁对此感到无比震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连朴剑雄也没有想到 计划居然会进行得如此顺利 如今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了 与此同时 金太贤连忙朝他示意 快带着人质逃离这里 虽然他还想着留下来帮助男人 但却遭到了拒绝 因为眼前的可是S级别的敌人 他可没有办法边战斗边实施保护 闻此 朴剑雄当即带领着人们逃出了这里 望着众人渐渐离去的背影 此刻双方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面对尼鲁尤为猛烈的攻势 男人只能选择在躲闪的同时 寻找合适的进攻时机 就在这时 尼鲁快速来到男人身前 伴随着他抬手一挥 下一秒 一条巨大的火蛇便朝着金太贤戏去 而他也只能选择抬剑进行抵挡 刹那间 场内传来一声巨响 此刻只见尼鲁开口喃喃道 无论你消灭多少恶魔 或者解救多少人类 我都是你无法战胜的存在 可即使面对如此凶险的局面 此刻的男人仍旧表现得一脸从容 因为他坚信 尼鲁一定会死在这里 随后只见他果断使用了捕食技能 下一秒 一股红色能量汇聚成了一条巨物 紧接着朝着尼鲁吸去 当场便将所有的魔物瞬间吞噬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金太贤居然还隐藏着这种技能 此刻的他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我改变了对你的看法 金太贤 你是献给天神最好的祭品 下一秒 只见尼鲁的手下纷纷跪倒在了地上 随后在他眼前缓缓消散 这家伙居然献祭了他们吗 与此同时 尼鲁身后赫然出现一头绿色蛊龙 S级魔物 邦德龙 另一边 逃离的人们遇上了尼鲁的手下 可当他们想要奋起反抗时 只见敌人一个个口吐鲜血 随后更是消失在了他们眼前 就在这时 一阵抖动袭来 只见金太贤猛地被蛊龙一把甩出大路 而此刻的尼鲁正哈哈大笑起来 龙可是最强大的魔物 面对如此凶险的局面 只见男人使用锁链技能打穿了一旁的玻璃 随后纵身跳入了楼内 该死 那到底是什么怪物 与此同时 只见古龙早已来到他的身前 而男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古龙再次甩飞出去 这下你死定了 金太贤 此刻只见男人缓缓抬起右手 正当他想要使用捕食技能时 一发龙之吐息却打断了他的技能 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这时的尼鲁表现得有些许惊讶 因为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金太贤居然能在这种攻击下存活下来 看起来 我还是低估了你的实力 极的古石技能居然可以直接调整为3S级 但其强大的力量是男人所无法承受的 同时这也是他身体产生冬坏的根本原因 就在金太贤全力使用古石躲过进攻之后 此刻的他对此感到难以置信 这种家伙居然跟自己是同一级别吗 不过男人断定 强制控制那种力量 他的身体一定会遭到反噬 看起来他应该将要达到极限 只要持续拖延时间的话 那么男人赢的胜算会很大 可没想到 他却一眼看穿了金太贤的想法 拖延时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判断 但那种小把戏对我可是行不通的 下一秒 只见他当即便控制着古屋 飞速朝着朴剑雄等人扑去 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整个楼层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另一边 在工会的不懈努力下 他们终于打开了与东角的传送门 而在玩家朴城镇的带领下 众人纷纷踏进了面前的传送门 与此同时 眼瞅着众人即将遭遇古龙的袭击 于是金太贤奋不顾身地将其抵挡下来 但奈何两者之间实力差距悬殊 伴随着他的猛然发力 此刻的金太贤已然坚持不了多久 而一旁的朴剑雄则是一男人 不用在意他们 毕竟如果男人死了 一切就都结束了 的确 男人非常赞同他的观点 当他召唤出古龙时 金太贤就意识到自己绝不可能战胜他 唯一的办法 就只有尽量拖延时间 但他认为 现在放弃还为时过早 自己一定能够想出拯救所有人的办法 而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正当男人对此感到疑惑之际 下一秒 前方传来提示 古时技能暂时上调至等级 至等级S 至等级SS 随后由于肉体无法承受古时的力量 所以开始产生了崩坏 而在尼鲁一脸震惊的目光中 男人的捕食等级提升到了3S级别 下一秒 一股无比强大的魔力瞬间笼罩在他四周 捕食居然失控了吗 该死 国王到底给了我什么力量 在强大的力量之下 男人的肉体逐渐开始崩坏 难道我就要这么死去了吗 随后只见他无力的瘫倒在了地上 而此刻的尼鲁则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这股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了 就连使用者都无法承受住他的力量 可他为何不终止技能呢 难道是在拖延时间吗 于是他便决定前去试探一番 然而没想到的是 仅仅只是靠近一下 骨龙的翅膀就被当场吞噬 就在尼鲁一脸疑惑之际 只见一旁的金太贤缓缓站起身来 下一秒 一头无比巨大的魔物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刻金太贤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你到底是谁 你并不是金太贤 这股力量你到底是怎么得来的 这可不关你的事 毕竟你已经死了 伴随着男人抬手一挥 下一秒 面前的一切便被捕食吞噬殆尽 获得新的技能 与恶魔签订契约 男人曾经吞噬的所有技能 竟无差别地朝他发起了进攻 而且捕食似乎正在占据他的身体 就连能够召唤魔物的技能 在吞噬之后居然变成了打开深渊之门的技能 就在金太贤解决完尼鲁之后 此刻在梦境中 金太贤被突如其来的锁链牢牢捆住 随后无数巨石纷纷朝他砸去 紧接着一双大手凭空出现 下一秒 骑士王的霸气猛然发动 而此刻的他很是震惊 为何他的技能会攻击自己 就在这时 只见捕食开口喃喃道 你说这些都是你的技能吗 别开玩笑了 既然你吃下了这些技能 那么是时候该吐出来了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抖动传来 下一秒 男人猛然从梦中惊醒 而他望着眼前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 因为当初使用捕食坏掉的右手 如今居然完好无损 与此同时 朴成正缓缓出现在他眼前 他给男人带来了许多美食 而这里是协会和炼金术 是为男人准备的房子 算是阻止了魔人行动的谢礼 多亏了金太贤出手相助 才让他们抓住了良品 并且让许多人存活下来 至于他留在这里 则是为了保护金太贤的安危 而男人却感到一脸疑惑 因为他只记得和尼鲁战斗士 倒在了地上 但具体发生了什么 他却浑然不知 果然你也一样吗 朴成正此番前来 他也是想询问这件事情 时间回到之前 当时朴建雄看到尼鲁被一拳击杀 但眼前之人他敢肯定并不是金太贤 此刻只见男人抬手一挥 朴建雄便当场倒在了地上 正当他想要进行下一步时 身体却开始缓缓消散起来 看起来已经到达极限了 那就没办法了 还是先回去再说吧 下一秒 男人忽然瘫倒在了地上 等到朴成正匆匆赶到时 周围已是一副破败不堪的情形 而没有人知道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虽然后来他们询问了那些生还者 但无一例外 他们只记得是金太贤击败了尼鲁 可具体情况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就好像他们受到了某种干扰似的 也许是魔人搞的鬼也说不定 你就好好养伤吧 如果有其他进展 我会告诉你的 而男人深知 这绝对不是魔人所为 因为尼鲁应该被捕食了才对 此刻他望着技能露出了一脸疑惑 怎么是打开深渊之门 我记得这明明是召唤魔物的技能才对 而且还需要200点魔力 如今的他也只有180点魔力 就在这时 调城镇示意他有客人来了 下一秒 只见林亚英缓缓出现在他眼前 我是来探望你的 不过与其说是探望 倒不如说他是来下挑战书的 别以为你拯救了许多人类 还有击败了两个S级玩家 就洋洋得意骄傲自满 我很快就会追上你的 一时间 就连金太贤也不知道 他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起初他的确是来探望男人的 但看起来他目前并没有任何问题 并且他身上内部强大的魔力是怎么回事 比上次在玩家考试时还要强大不少 就在这时 地旁的动静吸引了两人的注意 只见刘亚英正捏手捏脚地走进房内 而林亚英很是好奇 为何姐姐会出现在男人房内 不过刘亚英似乎很不待见他 你可以不要叫我姐姐吗 至于密码的话是由协会提供的 而且两位S级玩家同住一个房间 你认为他们是什么关系吗 闻此 林亚英当即小脸一红 此刻男人打断了两人之间的交谈 别开玩笑了 快说出你来这里的目的 他则表示自己也是来探望男人的 不过他顺便带来了一份礼物 在和协会会长的交谈中得知 男人的目标是友谊联赛 但是尽管他在东角取得了成就 可他的排名依旧只排到了30 而参加比赛的只有排名前五的玩家 他还需要一个很大的分数 所以他这次前来 就是为了给男人双重赴本火神殿的攻略权 另一边 一行人来到了东角 为首的便是恶心工会副会长影子 此刻他们正在寻找着尼鲁的下落 但是并没有任何进展 正当他们想着是否向老板报告时 影子却表示没有这个必要 毕竟尼鲁只不过是他们雇来的 而且如今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 就在这时 一艘巨轮出现在他们面前 正当他示意这里只有调查人员可以进来时 下一秒 他们便出现在了海里 巨轮也瞬间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之中 而这便是影子的能力 与此同时 他对金太贤越来越有兴趣 画面一转 只见众人正感到无比兴奋 因为东角的英雄S系玩家金太贤来到了这里 不过即使他获得了攻略权 但是物品的分配和团队将由工会决定 而男人对此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那可是火神殿 火神殿因入口发现由火焰而命名 它是国内出现的第二个双重副本 在男人回归前 这个副本由夜行者工会所攻略 但他们也造成了不少的伤亡 考虑到分数和经济问题 这里男人肯定是要进来的 但因为不是损坏了右手 导致男人的力量和体力下降了不少 所以他想要独自攻略是比较困难的 不过要是和S级的刘亚英一起攻略的话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画面一转 只见三百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来到副本门口 可进行攻略的却只有两人 这可把男人吓了一跳 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了 因为这可是我和你的约会啊 可沉睡在地底千年无人问津的鸣蛋 所有人都知道他极其的危险 可女人却将他当场摧毁 这可把男人吓了一跳 因为这颗蛋正是双重副本中最强大的宝 S级魔物 不死鸟 就在两人进入双重副本之后 此刻刘亚英表现的有些许震惊 因为这里的氛围的确不同于普通副本 难道双重副本都是这样的吗 而金太贤则对此表示 至少他之前所经历的天启副本就是如此 正当他思考着应该如何下去时 下一秒 一只触手瞬间将他拉进了洞 此刻只见男人迅速做出了反应 可随后他却当场呆愣在了原地 因为刘亚英已经解决完了眼前的魔物 就连男人都表现得无比震惊 居然仅用一击就击败了魔物 与此同时 刘亚英当即便朝着洞里的魔物发起了进攻 此刻只见一道人影闪过 下一秒 无数一击魔物竟被瞬间击杀 看起来上次他所展示的并不是他的真正实力 难怪只需要两个人来攻略这里 也许我应该更加努力一些才行 不到片刻 两人很快便消灭完了所有的魔物 并来到了地底 虽然魔物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高 但这些完全不是刘亚英的对手 而男人很是好奇 回归前的刘亚英等人到底遇到了什么 才会导致他们团队几乎遭到了毁灭 就在这时 只见刘亚英递给男人一枚戒指 这是名为战士之介的装备 他能够提高使用者的力量以及耐力 这样就能很大程度上弥补 金太贤因右手受伤而损失的战略 而他表示 如果男人愿意加入工会的话 他可以得到更多的道具 不过金太贤却并未当场表态 随后只见他朝着刘亚英示意 接下来 我们都需要小心谨慎一点 因为他们已经抵达了BOSS所在的位置 而刘亚英则对此感到无比震惊 难道这颗蛋就是BOSS吗 当然 他敢肯定 这颗鸡蛋就是他们要找的BOSS 正当他想着好好调查一番事 此刻刘亚英早已纵身跃下 随后朝着巨蛋打出了全力一击 就连男人也没有想到 这家伙居然会如此鲁莽 等到一阵迷雾散去之后 只见巨蛋早已被刘亚英当场催误 正当他表示 双重副本的BOSS居然如此不堪一击时 下一秒 一道蓝光浮现 随后前方传来一道声音 区区人类居然也能抵达神殿 看起来有趣的人出现了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两人眼前 双重副本BOSS S级魔物 不死鸟 居然是不死鸟吗 此刻的两人对此感到无比震惊 不死鸟 一个被人们误认为是永生的魔物 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以及抗魔力 就连男人也没有想到 这次副本的BOSS居然会是蓝色火焰的不死鸟 此刻只见不死鸟猛然朝着两人发起了进攻 而男人意识到 这股力量拥有操控思想的效果 正当他朝着刘亚英发出提示时 下一秒 只见刘亚英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 S级刘亚英 现已被不死鸟支配 可陈锋在地底无人问津的鸟蛋 竟就是传说中的S级魔物不死鸟 其强大的再生能力更是让男人感到无比震惊 这简直就是被判定为S级级别的突变个体 就在刘亚英被不死鸟控制之后 此刻面对他的进攻 男人也只能选择将其躲闪开来 下一秒 只见他猛然间使用了骑士王的霸气 当场便将刘亚英击倒在了地上 该死了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而在这时 刘亚英早已凝聚好了魔力 随后一股无比强大的能量静止朝着男人袭去 见此 一旁观战的不死鸟不惊露出了一亩微笑 果然 人类真是太天真了 与此同时 这时的刘亚英才察觉出了一丝异样 只见一条锁链瞬间缠住了他的左腿 随后无数条锁链将他牢牢捆住 由于锁链附加了麻木笑容 所以此刻的他早已无法动弹 这下我终于知道 在回归前到底是谁击溃了夜行者行会了 虽然这次的进攻会有点痛 但请你忍耐一下 下一秒 只见男人挥舞着巨石朝着刘亚英攻去 随后他便被当场击倒在了地上 当他醒来时 就能够脱离不死鸟的控制 那么接下来 就该对付你了 话语未落 双方当即爆发出全身的魔力 片刻之后 只见男人背着刘亚英正四处逃窜 毕竟仅靠他一人对付S级别的魔物 还是有些困难的 面对不死鸟的不断进攻 男人也只能瞅准时机进行反击 就在这时 只见他一个顺身来到不死鸟身后 随后朝他挥出全力一击 但却被其轻松躲闪开来 即使使用锁链将他牢牢捆住 也会被蓝色火焰当场摧毁 就连男人也没有想到 这魔物居然会如此急手 而在他愣神之际 只见不死鸟朝他喷出一道蓝色火焰 幸好男人及时躲闪开来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刻的男人意识到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不死鸟 难道会是大不死鸟吗 大不死鸟与现有的魔物不同 它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是传说中的突变个体 为了突出它的强大 人类将这种魔物定义为S级别 如果它真的是大不死鸟的话 那么以男人目前的实力 根本无法摧毁它强大的再生能力 除非使用捕食技能 但他又害怕也许会和上次一样失控 正当男人犹豫不绝时 此刻刘雅英突然清醒了过来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对此感到无比震惊 于是男人耐心地向他进行了解释 而在这时 不死鸟猛然朝着两人发起了进攻 看起来你们并不把我放在眼里 随后他却露出了一点震惊的表情 因为两人仅在片刻之间就化解了他的进攻 这次千万别再被控制 当然 你完全不用担心 见此 不死鸟猛然爆发出全身魔力 紧接着朝着两人扑去 而金太贤则果断使用了君主的心脏技能 下一秒 全员的能力值都得到了提升 随后只见刘雅英猛然挥出一枪 当场便将不死鸟的身躯打得四分五裂 接下来 就交给姐姐我吧 S级亚马逊的霸气 暴走模式 只是轻轻举起右手 却令S级别的魅魔们大惊失色 因为他居然无视了魅魔的幻觉技能 并且仅用一招霸气 便将他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刘雅英进入暴走模式之后 此刻他果断朝着不死鸟发起了进攻 所谓的暴走模式 是指所有技能都通过逆流魔力来发动 虽然它能让技能的威力变得更加强大 但身体却会因此受到永久性的损伤 所以很多人都不太愿意使用它 就在这时 刘雅英猛然投掷出全力一枪 当场便将不死鸟的身躯击得粉碎 与此同时 只见刘雅英顺势朝他发起了多次进攻 紧接着挥出全力一击将他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此刻的他已然达到了极限 随后只见他忽然瘫倒在了地上 而在这时 不死鸟强大的恢复能力发挥了作用 不到片刻 他的身躯便修复好了一半以上 正当他想要对刘雅英发起进攻时 下一秒 无数条锁链将他牢牢捆住 为了对抗这种强大的再生能力 男人不得不使用捕食技能 接下来 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 画面一转 此刻众人正一脸神色凝重地望着副本渡口 毕竟两人已经进去很久了 就在这时 只见金太贤抱着刘雅英从洞口缓缓走出 随后他便开口说道 火神庙双重副本攻略成功 片刻之后 双重副本被攻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国家 此刻刘雅英正一脸通红地看着这一切 而他感到非常疑惑 为何这种隐秘的东西会被公开 原来是他的手下们不小心泄露了出去 于是他便好好教训了一下他 与此同时 会长刚好前来探望受伤的刘雅英 画面一转 两人在外面开始闲聊起来 而会长很是好奇 在攻略副本期间 金太贤的实力到底如何 由于当时他已经昏倒在了地上 所以具体的并不知情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独自战胜了不死鸟 况且现在他已经前往深渊 闻此 会长当即感到极为震惊 看起来金太贤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但刘雅英却对此很是不敬 每个人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应该会感到自我满足才对 可金太贤却没有想要停下脚步的意思 反而用尽一切手段让自己变强 那么他想要变强的理由是什么呢 此刻会长陷入了沉思 应该是为了整个国家吧 在这个充满怪物的时代中 他希望能够保护这个国家不受怪物的入侵 这就是金太贤想要变强的理由 但刘雅英却并不这么认为 另一边 在深渊深处 此刻周围早已失衡遍野 眼前之人便是深渊的大宝 吸血鬼之王 等级不明 而他刚刚赐予了男人力量 得到我们家族力量的感觉如何 当然 我能感觉到自己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Z国顶级猎人 张灵峰 画面一转 金太贤来到了深渊 而这还是他回归后第一次来到这里 此刻面前的男人向他打起了招呼 我是世界玩家协会的成员 负责深渊第二十二区的一级玩家 保罗贝克 随后他便带着金太贤参观了一下深渊内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 那么你应该雇用一名向导 或者多名雇佣兵玩家 世界协会为了帮助探索深渊的每一个区域 在这里建造了许多的玩家大本营 但这并不意味着深渊变得安全 因为即使待在玩家大本营里 也还是会遭遇魔物的袭击 所以出于安全考虑 贝克认为金太贤应该雇佣一些玩家 不过金太贤却并没有这个打算 下一秒 只见一只巨大的蜈蜈猛然朝着两人发起了进攻 然而仅仅一个照面 魔物就被男人当场击杀 我只是来这里散散步而已 片刻之后 男人来到了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 随后拿出了怀中的魔力之石 多亏攻略了火神庙这个双重副本 才让男人的魔力值达到了200 如今他终于可以使用这个技能了 但他很是不解 为何技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 并且只能使用一次 难道是受到了捕食的影响吗 不过这一切应该很快就会得到答案 伴随着他一把捏碎魔力之石 下一秒 与恶魔签约技能发动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骷髅之门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接下来 就让我来看看门的后面隐藏了什么吧 随后只见他缓缓踏入深渊之门 而在这时 他却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情 因为一座巨大的城堡赫然出力在他面前 正当他对此感到非常疑惑时 下一秒 只见三道身影瞬间出现在他身后 于是他便立刻进入了作战准备 看起来危险的东西应该指的就是你吧 而男人一眼就认出 这是传说中的魅魔 魅魔 吞噬男人的生命 能够制造幻觉和使用精神控制 可魅魔应该普遍都是B级魔物才对 难道他们会是签约的目标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只需要将他们击败就行了 下一秒 只见男人猛然朝着他们攻去 但却被其轻松躲闪开来 与此同时 魅魔当即便使用了技能幻觉 一瞬间 男人便当场呆愣在了原地 正当他们为此感到沾沾自喜时 此刻男人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 紧接着使用骑士王的霸气 当场就将他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技能之所以对他无效的原因 完全是因为他使用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将其抵挡下来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进行签约吧 想要与恶魔进行签约 就必须达成两个条件中的一个 其一便是交出恶魔想要的物品 第二则是用强大的力量让他沉浮 正当他想要与恶魔进行签约时 下一秒 前方传来提示 该恶魔并非签约目标 文此 男人当即感到无比震惊 就在这时 只见无数魅魔将他团团围住 看起来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也许你会成为献给女王最好的礼物 大魅魔 S加级别 另一边 女王的手下正朝着他汇报情况 目前已经有一人潜入了城堡 人类啊 这可真是太有趣了 只是打出了一记响指 却让男人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仅在一瞬间 金太贤所有的技能全都失去了效果 就在金太贤踏入城堡之后 此刻只见无数魅魔纷纷朝他发起了进攻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这些家伙居然会如此难产 与此同时 面前两位魅魔拦住了他的去路 紧接着便朝他发起了进攻 而男人当即便选择后仰将其躲闪开来 随后使用骑士王的霸气 下一秒 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便将他们震飞百米开外 此刻金太贤终于能够喘口气了 而他意识到 如果这些魔物都不是签约目标的话 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个课 被魅魔们称为女王的存在 就在这时 只见面前的女仆正一脸平静地说道 女王正在等候着你 画面一转 金太贤来到了女王房内 此刻只见女王开口喃喃道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提示 与恶魔签约目标出现 看起来我果然猜的没错 他就是这次签约的目标 当然 他对此表示肯定 而下一秒 男人却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恶魔居然使用了人类的语言 这并没什么大不了的 身为人类的你不是也能听懂魔物之间的语言吗 不过话说回来 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呢 权力财富还是名望 都不是 我来这里是为了与恶魔签订契 闻此 女王当即哈哈大笑起来 你可真有胆量来到这里 女王罗沙利亚等级不明 下一秒 无数处须纷纷朝着男人袭去 而男人当即便使用了骑士王的霸击 随后两股强大的能量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接下来 我会用力量让你屈服的 此刻面对女王的进攻 只见男人从容的使用短刀进行抵挡 就在这时 金太贤猛然纵身跃向空中 随后使用石化技能朝着女王攻去 可下一秒 男人所有的技能却突然失效 而在这时 只见女王打下一记响指 紧接着眼前的场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就连男人都对此感到无比震惊 这里居然出现了城市 而在他愣神之际 只见他瞬间便坠入了大海之中 此刻他才意识到 自己陷入了女王的幻觉之中 可他非常不解 女王到底是何时使用的幻觉 什么时候吗 当然是从一开始啊 该死 这下糟糕透了 只是偷看了一下男人的记忆 却当场把他吓得大惊失色 甚至自愿要求与男人签订契约 因为他在记忆中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王 就在金太贤意识到自己身处在幻觉之中时 下一秒 他却突然出现在了小时候的记忆当中 那时候的他天天吵着要当觉醒者 因为那样就能够让爸妈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两人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正当他回忆着这份美好时刻时 下一秒 一场车祸降临在他身边 父母去世时的场景再次出现在他眼前 与此同时 一旁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 没有觉醒天赋的他整日忍受着别人的欺负 最终沦为队伍中的打杂挑户 而他深刻意识到 他对别人没有任何帮助 并且帮助过他的人都会遭受到不幸 于是他选择离开了一副乙母 母亲曾希望他能够获得幸福 但想要获得幸福 就必须拥有力量 就在这时 身体检测到女王的催眠技能并进行抵抗 但却以失败告终 此刻男人的整体数据下降 所有技能都变得无法使用 唯独只剩下捕食 下一秒 男人果断发动了捕食技能 另一边 此刻女王正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 这家伙居然能够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来 但他还是发现了不太对劲的地方 眼前的金太贤似乎年龄更大一下 他们似乎是同时存在的 不过有一段的记忆却有所不同 难道这其中隐藏着什么秘密吗 正当他接着往下看时 此刻只见一道人影缓缓出现在他眼前 而他却感到无比震惊 居然是陛下 与此同时 捕食技能瞬间笼罩在他四周 不到片刻 便将他拉回了现实 而这时的金太贤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后 作为一个女王来说 偷看别人的记忆可是一个相当糟糕的爱好 我再说最后一次 罗沙利亚 接受签约吧 而他却表现得非常平静 没想到你居然逃出了我的幻觉 不过你可没办法将我击杀 此刻只见他伸出触手将男人牢牢捆住 随后他便开口喃喃道 我愿意接受契约 紧接着一口咬在了男人的肩膀之上 就在这时 前方传来窗口提示 条件达成 递结召唤契约 与恶魔签约名字变更为女王的男人 技能等级重新调整 获得新的技能 完全催眠 魅力数值得到提升 此刻只见他朝着男人缓缓说道 你就好好睡一觉吧 被网选中的男人 这大工会之一的最强坦克向男人发出了邀请 可他却当场表示拒绝 因为他认为工会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 而为了凑足贡献值参加友谊联赛 于是他向工会会长全康赫提出了决斗申请 就在契约完成之后 此刻金太贤忽然从梦中惊醒 这时的他才发现 自己来到了玩家区域 难道是罗沙利亚将我送回这里的吗 望着眼前一个个新货渠道的技能 此刻的他感到无比震惊 如果在友谊联赛中召唤出罗沙利亚的话 那么即使是对付国家级别的玩家也没有任何压力 不过那家伙为何会突然改变想法呢 再加上他最后说的一句话 被网选中的男人 难道他也认识国王吗 就在这时 一旁的贝克朝着男人表示 要不你还是雇用一名向导吧 但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毕竟事情已经结束了 如今他也该回家了 画面一转 此刻刘亚英刚办理完出院手续 只见一行人正朝着他缓缓走上前来 会长恭喜你出院了 说话的此人便是夜行者行会的魔法师 以及玩家郑汉秀 而他为刘亚英带来了两个消息 玩家金太贤已经从深渊深处回来 虽然刘亚英对此感到有些惊讶 但毕竟那可是被称为S级玩家坟墓的地方 就算是金太贤也不可能独自进行探索 不过金太贤的回归并不算是问题 问题是现在去见他的人 他是四大行会之一温赛米罗的首领 玩家全康赫 画面一转 只见全康赫突然出现在了男人面前 让我们开始战斗吧 随后便缓缓朝着金太贤走去 全康赫 他是四大行会之一的会者 拥有最强坦克支撑的他 曾独自与魔物战斗高达十个小时左右 最终消灭了数百只魔物 而他最出名的时间 便是通过决斗强制让人加入工会 就在这时 一旁的金历数当即便制止了他的行为 你能不能收敛一点 再这么下去 你可是会连深渊都无法进入 随后便朝着男人开始了解释 其实他们是来邀请金太贤加入工会的 如果金太贤表示要加入的话 那么不用进行决斗也是可以的 这不就意味着不想加入的话 就必须进行决斗吗 当然 不过他认为加入工会对他来说是个不错的提议 因为他深知 男人已经准备参加友谊联赛了 而他们是四大工会中探索深渊进度最多的工会 不仅拥有众多的地牢资源 还能对深渊探索提供帮助 如果金太贤愿意加入的话 那么足以弥补他贡献之不够的问题 闻此 男人当即陷入了沉思 而在这时 地旁的会长却示意他不用再说下去 如果这么容易就让他加入的话 他早就加入某个工会了 此刻只见男人开口喃喃道 我改变主意了 就用你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吧 赢得一方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 当然 这正合我一 画面一转 此刻一处体育场内早已人山人海 他们都非常期待着金太贤和全康贺之间的对决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 原来是经济者 于是男人一把将他拉到了身前 好久不见了 经济者 我们在玩家考试时见过面对的 当然 他对此表示肯定 随后只见男人朝着众人表示 接下来的问题就由他来回答 因为他必须参加决斗球 紧接着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片刻之后 男人缓缓走上了舞台 此刻只见全康贺开口喃喃道 我还以为你会因害怕而不来了呢 而男人则霸气地回应道 还费什么话 让我们开始战斗吧 只是站在了对决场上 却让在场众人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他的对手 被称为最强坦克的S级玩家居然下跪投降了 就连他都感到非常疑惑 他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输掉了对决 就在双方的战斗即将打响之后 此刻一旁的崔姐说给大家说明了决斗规则 胜利的条件只有一个 那就是击败对方 发雨未落 双方便爆发出了强大的魔力 与此同时 只见金太贤率先使用骑士王的霸气朝他攻去 如今这个技能的威力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即使是S级别的玩家也能将其制服 但显然 这个技能对他不起任何作用 不过他还是对男人进行了夸赞 做得不错 下一秒 只见他一个顺身来到男人身后 猎豹般的速度甚至让金太贤还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他猛然挥出全力一击 强大的威力宛如猛虎扑石一般 当场便将男人击飞数十米远 如果他没有使用石化将其抵挡下来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在男人愣神之际 只见全康赫再次朝他发起了进攻 此刻魔力在他额前凝聚出一对牛角 下一秒 一记蛮牛冲撞朝着男人袭去 但却被其侧身躲闪开来 紧接着大象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他身后 随后一记劈腿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待到迷雾散去之后 只见金太贤的身影依然矗立在他身前 看来你逃跑的技能是真不错 不过你要怎么赢下这场对决了 除非你有另一头隐藏的野兽 否则你想赢得对决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闻此 全康赫当即来的兴趣 那么就让你见识见识吧 我将会用这招结束对决 一瞬间 周围的人们瞬间沸腾了起来 因为这可是会长的最终攻击形态 看起来即便是兴起之秀 也还是无法与会长提议 就连刘雅英都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 不过郑汉秀还是提醒着他 如果金太贤输了的话 可是会被强制加入工会的 所以我们必须阻止对决 玩家全康赫的技能 猛兽的庇护 能够模仿各种动物的力量 在近距离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就算是玩家金太贤 对上他也毫无胜算 但刘雅英却示意他不用担心 毕竟金太贤成长到目前为止 总会在战斗中隐藏一张王牌 下一秒 只见全康赫使出全力朝着男人攻去 而他却表现得一脸从容 就在交手的一瞬间 此刻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全康赫居然跪倒在了地上 就连他自己都感到无比一虎 看起来是我赢了呢 望着场内发生的一切 此刻在场众人都感到无比震惊 攻略过上百个地牢的会长 居然会自己下跪 很显然 他们并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们都认为金太贤是使用了某种手 这时只见金太贤望向全康赫 果然是拥有最强坦克支撑的男人 近距离战斗下他根本毫无胜算 如果不是男人在最后关头使用了催眠技能 这场对决的胜者肯定是他 而此刻的全康赫正感到无比愤怒 没想到他居然会使用精神控制技能 是我大意了 随后他便朝着众人高喊 安静下来 我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技能 但我承认是我输了 如果你是工会中的一员 就乖乖认同这个节目 此刻一旁的刘雅英正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一切 看起来他被金太贤打得非常气愤 话说回来 锦衣瞬间 全康赫那家伙居然就跪下来 他果然还有隐藏的技能 金太贤 真正的你每次都会让我大吃一惊